雌性每动放一次 就会戴上一枚戒指 手上的戒指越多 就代表被他宠信过的雄性越多 只因这个星球上只有雄性 为了延续后代 他们不得不生产大量人造雌性体配 但雄雌比例仍不均匀 所以在这个星际 一个雌性被允许拥有多的雄性 可人造雌性并不能受益 所以胎生雌性成为重点保护对象 更别提那宝贵的生育能力了 稀有的胎生雌性再次闻事 许多人闻讯而来准备竞拍 二楼的高级包件内 坐着一个头戴失望面具的男人 鼻挺的军装交叠的双腿 他默默注视着这一切 听说这里有人挥法拍卖胎生雌性 他是专程来打击这个老巢的 灯光逐渐暗下 一丝洁净的香气涌入他的鼻腔 卢卡回过神摸了摸发烫的脸颊 心跳竟也开始加速 身为顶级雄性 虽然已被公主内定 但身边也有不少雌性围绕 可他根本对雌性无感 没曾想这次竟有了反应 随着金龙缓缓升起 一个少女侧套的白色龙台 无法散落一地 杨之玉般的肌肤韵染上淡淡粉色 全场沸腾 有人甚至不等几次人 直接含价 价格同一千万 疯狂飙升到一亿 要知道一个人造磁性只需一百万 瞧碎碎的脑袋因药物有些昏沉 脑海中的提示音让他短暂清醒 检测到宿主处于危险 被动技能已开启 他撑起身体不明声音声援 身上的香气却突然变得浓郁 飘散到整个一层 顿时 没人在里会竞拍 一双双眼睛直勾勾盯着台上 所有雄性陷入疯狂 甚至有雄性狂暴基因发作 红着眼睛冲上了台 台下陷入一片混乱 殴打厮杀镇压 他正想逃跑 却被一个魁梧的男人堵 双脚被牢牢抓住 拼命挣扎之际 化作宗雄的兽人将人而狠状态 本以为危机解除 宗雄又转身扑了扑 龙柱被大力掰断 一只熊掌伸了进来 乔碎碎下意识闭上眼 意料中的痛感并未传来 他睁开眼 只见一个金发男人骑在宗雄背上 快速用银剑控制了他 卢卡再次发力 宗雄无声倒下变回原形 其他进入狂暴化的兽人 也被他的人迅速镇压着 卢卡打开笼子走进来 乔碎碎以为又要被抓 等料高大的男人却突然担心跪地 抱歉让您受惊了 与此同时脑中又传来提示音 检测到可匹配的兽人寻醒 精神 SSS天赋 暂无基因 呦 请宿主尽快受孕 乔碎碎压麻呆住 兽人 受孕 他是穿越到游戏里了 系统再次响起 宿主每当下一台 系统奖励道具和积分 可以帮助您在本世界生存 当积分累积到2000时 可启动传送功能 生一个给多少 按照基因本质划分 积分奖励方式如下 呦100两80中60差40 乔碎碎无暇在理会 药物的功效开始发作 他的身子越发沉重 失去意识的前一秒 好像跌入了一个怀抱 卢卡小心翼翼将其拥在怀中 确认没有外伤后 再用自己的披风 将他从头到脚部 乔碎碎的眉心紧重 娇小的身躯塑在他怀里 卢卡只觉老脸快烧开了 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他打算不再逗留 直接将人打横抱起 上校 所有挥法交易者均已逮捕 但拍卖组织的老板趁乱跑 似乎是这位雌性的味道 引发了暴露 幸好我们提前打了一只剂 不然任务都完成不了 瞧见卢卡眼尾的红韵 昂斯刚想询问 就被卢卡下令撤退 将其他被拍卖的雌性 交给雌性保护协会处理 军部不插手这种事 那您怀里这位 昂斯想伸手去接 却被卢卡避开 他不一样 说完就抱着乔碎碎 直接离开了地下 看着卢卡走远的背影 一个军事不由的摇头感慨 老大把人抱回去也没用 他不是那啥吗 昂斯给了他一拳 你胡说什么 难道不是吗 上校实力强又身份高 好好一个雄性 因战争时太靠近污染源 给搞成不孕不育了 那个雌性的气息 让整个会场不疯了 可你看上校压根没感觉 怪不得他从不打一之计 外面都在传 希克赛斯家族的血脉 就要断在他手里了 可昂斯却神情不解 是吗 刚刚他明明看见 上校脸色不对劲呀 回到乐歌宫 仆人们看见主人 破天荒带了个雌性回来 琪琪呆住了 观察到卢卡的神色 比平时都要紧张 管家赶紧跟上 给我一药箱水营养液 把莱伯利叫过来一趟 还有 他突然停住脚步 抑制剂 有多少拿多少 管家紧针针针针 不一会儿就把所有东西 都送了进去 男谱有些不解 主人用得上抑制剂吗 公主上个月来小住 恰好进入傻傻期 可主人只去他房里 说了两句话就走了 气得公主当天就回了黄亭 从那之后都在传主人那啥 管家沉稳一笑没有多说什么 房间内 逆质剂的居管散落一地 卢卡脸色很红 袖子被胡乱卷起 又给自己拘了一阵 狮神的次数越来越多 其实他大可以将 乔碎碎交给磁宝会的人 但一想到他会引来的烧乱 卢卡就无法放心 磁宝会中不乏有心思活络的雄心 以公物之变诱哄雌性 成为他们的配偶 如果送他去了 等于刚出虎穴又进狼窝 乔碎碎浑身烫得厉害 口里断断续续说着 卢卡听不懂的语言 见他如此难受 卢卡便上前查看他的状态 可手钢斧上额头 他的脑袋就开始炫晕 靠着强大的精神力 才勉强恢复神智 将人放进装满冷水的浴缸 乔碎碎这才舒展眉头 在等待来伯利的过程中 卢卡回想起以往种种 希克塞斯家族 是最纯正的熊士一脉 天赋是圣语 家族的权柄一代传一代 他终于有变化 冲动最终战胜领治 六个小时后 莱伯利收起散发治愈力的手 希克塞斯你太乱来了 这是帝国重点保护的珍惜磁性 不属于你个人 你到底在想什么 竟敢不上报就把他带回来 还对他 卢卡没有回答 他现在怎么样了 要笑解了 但他没有精神力 身体状况也是一团糟 不过你打算怎么办 下个月就是你和公主的仪式 现在却标记了这个磁性 难不成是星际理想型当面 卢卡眼底情绪复杂 我没标记他 莱伯利像听见了笑话 这种药不可能靠磁性自己解 那更糟糕了 我可以做他的监护人 为他提供最好的生活 但除此之外 我给不了更多 在奥斯兰帝国 每个磁性都能配备 三个级以上监护人 以便给他们提供 更高的生活质量 但只有通过综合维度 考量后的雄心 才有资格 不仅如此 他们还要经过一系列 相关的专业考试和评估 才能正式成为监护人 莱伯利话里带着谴责 你不打算申请 成为他的配偶师吗 我只属于依莎贝尔公主 希科赛斯 记住你说的话 瞧碎碎睡了一天 直到夜色将尘才清醒 华丽的装潢 让他误以为到了卢浮宫 想下地走走 却无力摔倒 房门立马应声而开 一个银色男人急忙走了进来 身后跟着一个 气势强劲的金发男人 他想起来了 可金发男人 在接触到他的视线后 立马冷漠地一开了 莱伯利扶起他 又为他缓解了腿酸 然后拿出一条 用珍珠和雕花编织的手链 记在他的手腕 测试测试 123123听得见吗 他又不是龙了 等等 他能听懂啊 乔碎碎才说了一个字 莱伯利顿时一脸不可思议 天啊 他还会说话 又看见乔碎碎 英雾语而微微睁圆的眼 他还有情绪 果然 这就是胎生雌性吗 太可爱了吧 原来这条手链就是光芒 里面载入了全新系统一 富有定位功能 甚至还能视讯 复杖 身份验证 感叹神奇的同时 乔碎碎作为现代人很快就接触 关于自己身份的事 他只捡了些能说的说 其余都用不记得了糊弄过去 那昨晚发生的事 你还记得吗 他想起卢卡刚才的冷漠 于是垂下眼摇了摇头 卢卡瞧见他的反应 刚想说些什么 就被莱伯利岔开了 那你有监护人的联络方式吗 发现你不见了 他们应该很着急 乔碎碎没回答 只问这里是哪 卢卡适时开口 我的别宫你很安全 我是想问这是什么国家 在哪个大洲上 两个男人都是一愣 你现在在奥斯兰帝国的首都 亚特兰蒂斯 这里的发达程度和文明程度 都是整个联邦中最高 至于你说的大洲 我不太清楚那是什么 乔碎碎谋中的光暗淡下来 果然 地名和游戏里的设定都对上了 看来他确实穿越进了游戏里 一个类似模拟人生的游戏 可惜他不爱看攻略 所以对这个游戏的世界观知之甚少 那你们大概找不到我的家人了 卢卡察觉他的沮丧 嘴唇微动 最终什么也没说 莱伯利若有所思 他走到乔碎碎神殿安慰 没关系你这么可爱 会有许多人排队 想成为你的监护人 乔碎碎黑人问号 我已经成年了不需要监护人 不过一句很正常的回答 但莱伯利和卢卡却一点震惊 这个雌性之前究竟遭遇了什么 要知道对于没有朋友的雌性 即便成年后 监护人也要保护和供养他们到最后一刻 除非雌性自己要求废除关系 否则是没有雄性会丢下自己的雌性的 更何况他还是稀有的胎生雌性 卢卡已经查过他的档案 均是查无此人的状态 这说明他可能一个监护人也没有 更不用说配偶了 想到他可能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卢卡的负罪感更深了 莱伯利更加心疼了 碎碎没有监护人 你是无法独自在帝国生活的 我已经听说拍卖现场的情况了 你身上的气息 不知道会引来多少失控的雄性 必须有人保护你 可我什么都没闻到啊 莱伯利说得很隐晦 估计只有特殊情况下才会浓郁起来 乔碎碎立马想到系统的被动技能 低头若有所思 卢卡闻言皱眉 你不知道你的气味会引发什么后果 明明是担忧的话却说得像质文 雌性对雄性的吸引力是刻在基因里的 而乔碎碎身上的香气威力更大 能直接让雄性失去理智 卢卡原本以为这是他觉醒的天赋 可现在看他懵懂的样子 净对此浑然不知 更不用说操控这香气了 万一以后再出现类似情况 起步成了火把子 乔碎碎却不知道他的想法 只觉得他似乎很看不上自己 所以也不接话 希科赛斯你吓到他了 如果是这样 那你更需要监护人了 且人选必须得是一个精神力强 狂暴因子低有能力养好你 背景还得照得住的 比如我 闻言卢卡气得咬牙狠狠警告 莱伯利却半笑半真 怎么我堂堂皇室成员 又不像某人有婚约在身 养一个雌性不够格吗 气氛瞬间凝住 争夺是雄性的本能 即使是兄弟也毫不相让 卢卡开始释放雄性的威压 莱伯利的精神力也不低 但他的天赋是治愈系 和进攻系相比还是输了 希科赛斯 监护人而已至于吗 我走就舍了 卢卡收回威压 但谋中警告依旧 乔碎碎不明所以 但他急切地想了解一些信息 对比卢卡莱伯利显然更友好 可以再待一会儿吗 我有些事想问 会不会麻烦到你 莱伯利正主 卢卡皱眉 这是我的荣幸 莱伯利得意极了 他绅士地坐在碎碎身体 温和地回答了所有问题 他们所在一个名为 凌空之都的星球 资源丰富 开发程度达90% 星球上有三大阵营 主流是以科技和精神力 统治的星际联邦 奥斯兰帝国就是联邦成员国之一 其次是以宗教统治的自由之盟 以及各种流亡者汇聚的流浪联盟 盘聚在三不管地带 虚眼 通过有侧重的提问 他很快掌握了 雌性在这里的生存现状 一个雌性被允许和多个雄性组建家庭 没有配偶的也会被监护人豢养起来 联邦也对雌性制定了相关的优待政策 雌性先天具备安抚雄性基因的狂暴因子 因此联邦也规定雌性必须多收配偶 一个中等人造雌性 每年必须匹配六个基以上配偶 雌性的条件越差 需要匹配的雄性越多 雄性基因也越低等 条件好的雌性 虽可以自由选择高等基因的雄性 不再受人安排 但数量也不能低于六个 看似优待雌性的政策 但实际为了社会稳定 不论雌性愿意与否 都必须尽可能多匹配雄性 乔碎碎暗叫不妙 自己岂不是也难逃同样的命运 他想起自己还有一个系统 怎么才能尽快积到两千分 就算只生优等基因 那也得生二十个 宿主 您的身体已被改造成抑郁体质 另外您还可以无痛生产 产后快速恢复 对此不用担心 那怎么才能生出优等基因 我会为您检测雄性的各项素质 与优等基因的雄性匹配 提高弹下优等基因幼崽的概率 届时由您来挑选 他看向旁边侃侃而谈的莱伯利 系统立刻提示 检测到可匹配的雄性 精神力 S级天赋 治愈 基因 优 他轻声打断对方的话 莱伯利 我可以这样叫你吗 望着少女黑葡萄一样的眼 莱伯利顿主 当然 你可以直接叫我阿石 我叫阿石莱伯利 他怯怯叫了一声 随后低头轻笑 就像个不安适适的少女 你知道的好多呀 以后我可以常常向你请教吗 莱伯利正正看着他 失了往日的游刃有余 我一定知无不言 要知道这里的雄性基本傲慢 稍有不顺心就一气直屎 毕竟对他们百依百顺的雄性实在太多 莱伯利正是对此感到厌烦 才一直不想成为谁的配偶 像乔碎碎这种软乎乎 丝毫不拘耀的雄性 他还是第一次见 只因穿成了瘦氏星际唯一雌性 女孩就成了所有雄性争抢的对象 然而刚撩拨了帅气狮子 就被蛇王抢了过去 就在刚刚 碎碎的古人类身份曝光后 就强行被研究中心带走了 再次醒来 浑身上下被插满细细的管子 一个医生模样的男人正定定看着他 你是谁 可以放开我吗 语言系统正常 地球语系 心率180 情绪转变可引发身体机能改变 见对方毫无反应 又开始装柔弱伯同情 我的手有些麻了 你可以帮帮我吗 宗方握笔的手一顿 眼底浮出兴趣 个性狡猾 善于利用雄性弱点达到自身目的 他的笔冰得像刀子 顺着他的胳膊寻找静脉 直至检查到腹部 宗方的手一顿 又再次轻轻按压 平坦的小腹突然凸起一小块 又很快跪于瓶颈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动 反复检查三遍后 才确认他怀孕了 文言碎碎也愣住 不是说那男人不孕不孕吗 七八个助手很快围了上来 开始用仪器做详细检查 善碎碎只觉得自己像只小白鼠 系统 到底怎么回事 我怀孕了吗 是的 检测到手胎已经脱床成功 种类 狮子基因 优素量 四 善碎碎的脑子快要炸开 仪器的显示屏上出现 四颗黄豆一样的形状 七八个助手纷纷无嘴惊呼 更有雄性感动到落泪 是自然受孕的 狮子的精英 而且还是一胎四个 要知道一般像狮子这样体型的兽人幼崽 一胎一个能够平安出世已是万幸 这个古人类竟然怀了四个 助手们激动得七嘴八舌 中方却神情复杂 附在腹部的手也放轻动作 他目睹了善碎碎跳下去的整个过程 如果不是那只狮子救了他 恐怕现在自己要研究的就是一具尸体 幼崽是兽人眼中最重要的存在 承载着繁衍的责任和希望 如今的心计 能够自然怀孕并分娩的 只有瞧碎碎一个 于是接下来的几天 碎碎都被锁在观察舱 摄像头24小时盯着他 吃喝拉撒暴露无疑 尊严被践踏一地 极大的羞耻感淹没了他 他开始绝食抗议 体重骤然暴降20斤 众人急坏了 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 有人提议解开他 毕竟自己主修人类情绪学 猜测是因为情绪问题导致失去食欲 中方神色复杂 他已经尝试各种方法 注射营养液 威胁 诱 可那个人类都不满着 他不明白这个研究对象 为何如此不错 几天后他开辟了新的活动区域 按照史字记载 一笔一还原了古人类的居住空间 中方信心满满 以为那张小脸终于能出现笑容 却不料碎碎只是睁开眼看了看 随即念无表情的闭上 你听到了吗 你从现在起自由了 之后会有专门的营养师为你送饭 你还有自己的惯喜事 瞧碎碎却在心里冷笑 他刚刚扫了一眼 就是在看摄像头 发现果然各个方位都有 360度无死角 每天活成一部24小时真人秀 算什么自由 他是人 不是没有羞耻心的动物 没看到预期中的反应 中方有些不悦 你想要什么 告诉我 我都会满足你 但除了离开这里 瞧碎碎依旧一言不发 中方开始烦躁 你以为这样反抗有用 我有大把时间来研究你 见威胁没用 他就搬出卢卡 表示可以申请见面 可瞧碎碎仍旧默示 一气之下 他直接将人按倒在沙发 强迫对方与其对视 如木偶般没有灵魂的黑童 中方慌了 下一秒 触手却摸到一片温热 是瞧碎碎裙摆的血迹 他顿时大惊失色 急忙叫来医疗组 是先兆流产的症状 医生神色不解 怎么会这样 明明他们已经很小心 之前的检查也显示胎儿很稳定 中方的脸色阴沉的可怕 瞧碎碎 你在耍什么花样 你到底想要什么 说出来 半赏他终于倾抬眼皮 撤掉摄像头 他再也受不了 这样没尊严的活着 中方是不会让自己离开这里的 卢卡身边显然已不在安全 既然人为刀卒我为鱼肉 那他就要利用 现有的一切资源反抗道理 如果你继续这样监视我 我就快速了结自己 你去研究干事吧 中方沉默良久 答应只留下公共区域 我要你撤掉所有天空 他极力克制着怒气 最终妥协 接下来的几天 碎碎开始主动进食 逐渐恢复规律的生活作息 但中方过来的时间 却越来越多 一开始是以观察为名 每天上午和下午隔来两个小时 后来时间增加到六个小时 最后变成除了睡觉他都在 虽然多数时候 他只是安静地观察它 并随手记录着什么 但中方的存在 让桥碎碎精神一直紧绷 没有自己的空间 也没有独处发呆的时间 感到窒息的同时 也对中方有了大致了解 敏锐多疑 不容他人忤逆 依次一个助手 由于和他产生分歧 被直接踢出了研究中心 助手不服要去联邦胜诉 中方二话不说 就烧了他的研究成果 并居高临下地看着那人 说这些都是垃圾 被激怒的助手 视觉进化为兽型攻击他 中方却只是闲闲地应付着 一直逗弄着对方 逼着那人使出了浑身解数 最后他却只是轻轻一击 一招必杀 也是那一次 乔碎碎看见了他的兽型 是一条银色的眼镜王蛇 并且监控撤掉后 中方也会每天检查他的身体 搜查房间内有没有可疑物 防止他逃走 但乔碎碎始终没有反抗 他在等待一个机会 果然几次之后 中方就对这种兴师动众的搜查行为 失去了兴趣 乔碎碎知道 他是在用这种方式激怒他的自尊 并且期待他的反应 他说助手的手术刀不见了 怀疑是乔碎碎拿走的 于是翻遍了整个屋子 打翻他养的花 穿着鞋踩在他的床上 甚至割开枕头检查里面 是否藏着尖锐物 温馨的房间被践踏的一地狼藉 整个过程 他都一直盯着乔碎碎的反应 兽人的领地意识很强 他猜想人类也一样 于是用这种方法去测试 人类在极端情况下会有什么举功 以及是如何控制情绪的 但乔碎碎都能在愤怒过后 快速冷静下来 这让他非常惊喜 毕竟兽人体力的不动力 则是长时间 如果能找到这个人类身上 控制情绪的秘密 或许能对兽人狂暴化 进行极大的改善 可乔碎碎不会让他得逞 他默然看着一切 静静助力在房中一角 仿佛一切与他无关 他从没有一刻把这里当成他的领地 只是一座布置的温馨舒适的牢笼 宗方等了很久都没有看见他脸上的变化 心情顿时变得恶劣 这个人类总是不按照他的预期走 越是这样他就越想掌控他 不是 都搜过了什么都没有 宗方却突然勾唇一笑 还有地方没搜 助手下意识看向四周 把他的衣服脱了 果然瞳孔出现微动 脸上虽刻意压制情绪 但微微颤抖地指尖出卖了他的情绪 宗方满意地笑了 眼里全是兴奋 愣着干什么 助手恍惚地回神 博士 这会不会不太好 不说面前这个是尊贵的古人类 就他内心而言也是不赞同 宗方博士这种极端的研究方法的 但一直迫于压力没有表态 众目睽睽把这位人类小姐扒光 他实在下不去手 宗方吃笑戴上了手套 既然给你机会你不要 那就好好看着吧 只是脱掉外套 就看见乔碎碎的脸上有了惊慌 宗方更得意了 他用手指轻轻抬起他的下巴 观察着他的反应 害怕 还是生气 或是两者都有 乔碎碎闭上眼 他不能有反应 一旦自己有反应 宗方就会更加兴奋 然后变本加厉 助手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雄性 此时一个个都盯着乔碎碎 看见他的小脸因愤怒胀红 修长纤细的脖子如天鹅一样轻轻垂着 顿时浑身血液沸腾 察觉到众人的视线 宗方莫名有些愤怒 随即用身体整个挡在乔碎碎身前 隔绝身后助手们的视线 同时释放出自己强大的威压 都滚 助手们吓得连滚带爬 赶紧逃离了现场 乔碎碎反而松了一口气 公然被脱光的屈辱感 差一点就让他坚持不住 只要你听话 乖乖配合我 我就不让他们再来搜你的房间 他的脑子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你过来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明知道他在耍花招 宗方却还是不由自主靠得更紧 下一秒 耳不传来剧烈痛感 乔碎碎满嘴是血 仰头笑得畅快 宗方用手捂着耳朵 耳垂已经撕裂 他气得浑身发抖 看来是我最近对你太宽容了 乔碎碎一脸默然 你敢动我吗 我是唯一的一个人类 我死了你就什么都得不到 对宗方来说 乔碎碎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他对人类的痴迷 不知何时开始变质 毕竟没有一个雄性 会不渴望淡下自己的幼崽 所以他在赌 赌宗方不会真的伤害自己 说这话的时候 他美得让人一不开眼 你想知道我肚子里 到底能生出什么来 是吧 一个人类和兽人的结合体 是你毕生都在研究的对吗 文言宗方瞳孔微微一正 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我可以给你一个孩子 内心深处的潘多拉盒子被打开 宗方不再掩饰他的欲望 但他并不相信乔碎碎 毕竟乔碎碎的眼中始终厌恶 一开始他的心脏还会猛的收缩 心痛的感觉让他感到陌生 后来逐渐习惯 但始终不理解 你讨厌我 明明摄像头也拆了 还为他打造了一个舒适的论人 对他的健康比对自己都还要上心 就算这个孩子不是他的 他也在担惊结律地照顾 但为什么就是不会给他好脸色 你为什么讨厌我 因为你囚禁了我 囚禁 你知道你现在走出去会发生什么吗 奥斯兰帝国前不久就走漏了消息 说你是联邦唯一的胎生雌性 并且是抑郁体质 现在整个联邦的雄性都对你虎视眈眈 甚至那些被驱逐的流浪兽人 都在来抢夺你的路上 乔碎碎有些狐疑 知道他身份的人并不多 难道是卢卡和莱伯利 中方似乎看出了他的想法 你以为你对那头狮子来说很重要 别做梦了 如果不是你肚子里怀了他的幼崽 他怎么会扑出来救你 想起卢卡之前的态度 乔碎碎无从反驳 只有在我身边 你才能得到最好的照顾 乔碎碎 只有我能护得住你 等你生产后怀上我 没有询问没有商量 也没有余地 这是一种命令 乔碎碎气笑了 这就是强者的话语权吗 于是不意顺其心意 娇称的撒娇诉说不满 宗方果然受用 瞧瞧乖 我只是想更深入地了解你 了解人类 你真的能护住我吗 他表面不安似乎真的被吓到了 宗方得意一笑 是只有我才能护得住你 你发誓无论发生什么 绝对不会伤害我 我发誓 无论发生什么 绝对不会伤害乔巧 这正是他想要达到的目的 擒贼仙擒王 宗方是研究中心的最高权限人 他想从这里离开 接近他是最好的方法 加上系统已经提醒过 宗方的精神力是SSS 天赋是自愈基因是优 悄悄抬眼去看宗方的耳朵 果然撕裂处不知何时已自动愈合 如果他也有这个天赋 就不用再担心自己小命不保了 既然这条蛇的身体杀不死 那就攥住他的心 于是接下来的日子 喜怒无常的男人 不再用压迫的方式测试乔碎碎 但偶尔会因控制欲作损 故意让他和某个雄性助手独处 一开始他还没在意 和那个雄性说说笑笑 直到宗方黑着脸将那个雄性的 然后缠着他对他又抱又聊 如此反复了好几次 他才恍然大悟 原来他还是在测试 测试他的忠诚度 乔碎碎只觉力拿捏他又进了一步 他才知道如何满足宗方变态的占有欲了 于是高兴的时候就不理雷诺尔 缠着要见宗方 果然男人若无其事地进来 实则眼中都带着笑 他不耐烦的时候 就故意摔倒在雷诺尔怀里 气得宗方开始发疯 甚至命令所有雄性都不准再接近他 就这样被乔碎碎折磨了一段时间后 宗方也没测试他的性质 开始每天研究的名义待在他身边 每名其约人类观察记录 新年4月18上午9点33 他之前要了鸡蛋 面粉 还有一些这里根本没有的材料 不知道要搞什么 我托人辗转在黑市才收集了大部分 有的根本闻所未闻 给他的时候还被嫌弃却懂少些 三个小时内厨房被炸了两次 书上说 古人类对于食物的烹调已经真话如尽 成为一种艺术 看来这个结论还是太过无端 样本数量参考不够 新年4月19下午4点14 他放弃了厨房转向种地领域 研究中心有一块实验田 他看上了说想动点土豆 我问他打算怎么种 他说挖个坑埋点土 数个12345 在我严谨的表示怀疑后他就生气 于是我回去做了大量研究 土豆学名马铃薯茄科茄薯植物 生长周期短而产量高 可以无幸快听繁殖 我找了与土豆类似的星际品种 把种子给他 他终于和我说话了 新年4月20中午12点 他最近胃口比以前好了 应该是胎儿在一天天长大 感觉他的肚子又有点变大 今天因为衣服小了他有点沮丧 我就从旁边说了句你胖了 他就开始装看不见你 等着 明天把新衣服都给他抱来 看他还给我拉脸吗 新年4月21下午1点 预产期在一个半月后 我和许多老学者开了几次环 老家伙们一个个迂腐至极 只会掉书袋 对于人类生产的细节 和突发情况应对措施毫无经验 在多次研究后 我决定请最有名的妇科胜手为他接生 期待生产的那一天 不过他似乎对此完全没概念 今天还被我抓到在图书馆爬上梯子拿书 我把他抱起来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后背下的湿透 情急之下说了他 我觉得语气还行 他又不理我了 是人类的情绪都这么难琢磨 还是只有他 新年4月22晚上8点 他今天心情很好 我听到他哼歌了 导致我一整天脑子里都是这个旋律 开会的时候下意识哼出来了 所有人都见鬼一样看着我 今天他睡得比之前早没什么特别 只是想记录一下 新年4月23晚上7点40 他的体重痒回来了 说明新调整的方案还不错 他的手好小啊 今天他睡得也很早记录一下 新年4月26晚上7点 为什么他对我从来就没有好奇心 没什么不需要记 算了 新年4月30晚上11点55 我四天没出现 他一句没问过 忍不住了 还是我先去找他了 这个人只有睡觉的时候才可爱 想想也没什么可升级的 算了 人类没有醒 新年5月1上午9点 他最近总是试睡 预产期快到了 这几天我每天都看资料到清晨 因为有个助手说 人类生产时很容易会血崩 我找了很多组数据推翻这项结论 生产时血崩致死率33% 33% 我希望那天来得慢一点再慢一点 他醒了 我去给他量体温 女人只是睡了个觉觉 醒来就怀了四只小狮仔 三个帅雄性争相恐后要当爹 可他一个都不想要 在亲爹一改以往的刚硬 胡子拉扎双目无神 昂斯从没见过这样的上校 联邦已经明确答复 禁止卢卡进入索特 军队派去了一批又一批 可刚进入边境就被切断信息 虽说他是皇室成员 但两国自双一支战后关系就变得敏感 当下正是敏感时期 要想把乔碎碎接回来 必须联邦点头才行 可问题是乔碎碎是联邦接走的呀 上校您别太担忧了 以碎碎小姐的身份 他们是不敢怠慢的 倒是宁伤都没好利索 最近又连续四五天没合过眼了 再好的身体 哎上校您去哪 话没说完就见卢卡拎着外套大腹往外抖 去皇庭 所有方法他都试过了 他不能再等下去了 再见不到他 他会疯的 只有那个办法了 几天前 昏迷了半月的卢卡才终于醒来 当得知碎碎早被宗方带走了 他当即就要去索特 却被莱伯利拦了下来 你自己也清楚吧 你是军部的上校身份敏感 没有许可令 根本进入不了索特境内 况且就算被你闯进去了 以你现在这样的身体状况 就能强行把他带回来吗 然而他万万想不到 莱伯利已经想好了策略 他已经以皇室的名义 送去了卢卡和公主 结偶一世的情体 卢卡以为自己听错了 随即勃然大怒 现在连他好不好 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会不会不安都不知道 你还有时间管这种闲事 除此之外 你还有别的办法 尽快见到他吗 你什么意思 莱伯利推开他 神色已不复刚才的第二锒铛 你昏迷的时候 碎碎的消息被有心人散播了出去 有人利用偷拍的帖子借题发挥 散播他是意运胎生雌性的消息 重点是没有任何监护人和配偶 消息一出 许多起了歪心思的雄性 受人蠢蠢欲动 一个没有监护人和配偶的雌性 对他们来说基本就等于先到先得 加上星云那篇帖子散发的热度 纵然当时莱伯利及时补救 我也没有走漏任何风声 但我有一点想不通 幕后推手明显是要把碎碎 推到风口浪肩上 可是却没有抛出最劲爆的消息 那就只能说明对方要么不知情 要么就是在给自己留退 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能在这个结果眼上散播这种消息 是不是未免太过巧合 卢卡皱眉不明白他的意思 莱伯利已经有了答案 依莎贝尔 你没醒的这几天他也没醒着 日日跑到姑姑那里去 直至我无意听见他央求姑姑把仪式提前 如此心急 想必是知道了什么 闻言卢卡就要去找皇帝 莱伯利却立即挡住了他 你还没明白吗 因为你 依莎贝尔已经极度到做出伤害碎碎的事了 如果你现在去和姑父说 与他几处回约 难道不是更加激怒他吗 那我就要什么都不做 眼看着别人在暗中对他下手吗 你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和依莎贝尔举行仪式 在奥斯兰帝国公主的结偶仪式上 所有成员国届时都会参加 其中索特的重要人物也一定会出席 我发出的请帖就是给碎碎的信号 他那么聪明 一定可以明白这张请帖的用意 只有让他和索特的人一起出席婚礼 才是最快见到人的办法 那万一失败了呢 万一他们不让他过来 高大的男子颓废作响 他的声音带着颤抖 他做不到 让碎碎看着他正是属于另一个瓷性 莱伯利冷冷回应 那你去强闯 索特的人就会让你见他吗 还是你觉得宗方 会把好不容易到手的古人类拱手让人 他单手插都提不离开 是你们的未来重要 还是他重要你自己选 一个小时后的皇庭 皇帝答应召见卢卡 允许了他将仪式提前的请求 依莎贝尔得到消息雀跃地跑过去 却看见面无表情的男人 周身如冰叫一般冷烈 他突然有些心慌 觉得他离自己好远好远 卢卡 闻言男人回头 朝思暮想的浅童却如冰箭般言寒 你 你的伤都好了吗 他娇羞着正要揽住他的胳膊 却被卢卡直接避开 他的手尴尬地僵硬在半空 依莎贝尔恶然 虽然卢卡过去对他也是不冷不热 但从未这么疏离和冷淡过 我很好 我已经向太阳申请将仪式提前 优越感瞬间被满足 依莎贝尔又交叉了起来 你还真是着急 晚点有什么关系 卢卡冷然打断他 殿下别再做多余的事了 否则我会不惜一切代价 与此同时的古人类研究中心 宗方抱着乔碎碎坐在沙发上 男人看似在浏览报告 实则注意力都在怀里的少女身上 今天他收到了奥斯兰帝国的情帖 是卢卡和伊莎贝尔的结偶仪式 自从和碎碎变亲近后 他对他和卢卡的关系有很多猜想 眼下刚好借机试探他的态度 乔碎碎拿着情帖看得认真 他的感受复杂 尽管知道这天一定会到来 却没想到这样快 明明他现在肚子里还怀着他的宅宅 他却要和别人结婚 想到这不经下意识摸了摸魂园的肚子 见此宗方立即温柔抱住他 以为他哪里不舒服 乔碎碎却摇摇头打了个喝钱 我在想送什么喝礼比较好 你不介意吗 介意什么 他不动声色地打量和怀疑 他和你有了孩子 现在却要成为其他雌性的配偶 你真的一点都不在意 他垂眸沉默 表面没什么反应 实则脑子转得飞快 见他低头不语的样子 误以为他在难过 神情立马变得阴冷 希克赛斯打不过我 我去帮你把他绑过来怎么样 狭长的单缝眼四笑非笑 俨然一副好脾气的样子 正好你也快生长了 应该也很想见到他吧 见状乔碎碎心中警铭大作 这个男人笑得越温柔 就代表他越生气 索性故意顺水推舟 好啊 你现在就去把他带来 宗芳立即掐住他的脖子 你就这么想让他在你身边 乔碎碎既不反抗也不看来 眼泪无声落下 看着他的反应 宗芳不由心疼力道也逐渐放轻 哭什么 我把他绑来你不满意 说完却见乔碎哭得更凶了 他咬着下唇鼻尖红彤彤的 宗芳看得心疼极了 我被人拍卖的时候中了快乐水 醒来就发现在他的别宫里了 如果不是你把我带回来 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怀孕了 乔碎碎哽咽的仿佛再也说不下去 宗芳敏锐捕捉到关键信息 是他强迫了你 乔碎碎却不回答 只沉默着落泪 这些话没有一个姿势假话 宗芳多疑且敏锐 在他面前说谎就算演得在逼真 都很容易被拆穿 所以乔碎碎只说真话 只不过是有选择地说出一部分 隐瞒另一部分 宗芳果然受用 他的态度开始转变 我不知道这些你该和我说的 对不起乔乔 是我不好 他轻垂宗芳的胸口 似恼怒又似称怪 我早就说过 这孩子是我一个人的孩子 和谁都没关系 宗芳心疼地搂住他哄着 乔碎碎把头埋进他的肩膀里 刚刚还哭红得演一片冷静 被丢在地上的情节 还在播放着照片 乔碎碎看见其中一张 突然眸光一闪 仪式的场地一角 有个用花摆出的字样 GG 去皇家医院那天 莱伯利后来追问什么是血槽 他就简单讲了几个 打游戏时的流行用语 GG的原意是输的一方认输 后来被大家刷在公屏上表示嘲讽 由于流行用语并没有记录在 古人类语系中 所以宗芳才没有注意到 这是在这个世界 只有他和莱伯利才知道的暗号 乔碎碎立即明白 这是莱伯利在暗示他 脑子里有了一个主意 哭红着眼睛质问宗芳 你是不是嫌弃我肚子里的宰宰 宗芳罕见的沉默了 果然 那你干脆直接把我送回西科赛斯身边吧 你做梦 宗芳紧紧圈住他 没有雄性会抚养其他雄性的孩子 狮子这种群居兽人更是如此 幼崽身上若是沾上其他种类的雄性气息 轻则会被放毒 重则会将他们直接咬死 乔碎碎有些差异 即便如今胎生幼崽这么稀少珍贵 也会这样做梦 西科赛斯家族是继承制 他们绝不允许血缘有丝毫不确定性 我是蛇兽人喜好独来独往 没有那么多规矩 可以为了你抚养他的孩子 同时也意味着 他们会永远失去回到家族的机会 这对狮子来说是最残酷的事 乔碎碎有些惊讶 没想到一向凉薄又霸道的东方 竟然会为幼崽们考虑得这么长远 乔乔 你不必为了这种事操心 只需要安心生产 我都会解决的 怎么解决 你想养咱们就养着 几个崽子我还能养不起 至于长大后 他们会不会回到族群 让他们自己看着办就是了 好吧 有点父爱但不多 那要是我不想把他们留在身边呢 听他有这个想法 宗方眼里生起细微的欢愉 那我就把他们打包扔回奥斯兰 等你怀上我的 我们再一起抚养他 两天后 乔碎碎终于想到了 能让宗方带他回奥斯兰的办法 他让系统模拟阵痛的效果 一张小脸疼的刷白 宗方急红了眼质问 雷诺尔唯唯唯诺诺地回答 宗方博士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本来碎碎小姐正好好吃着饭 突然就说肚子疼 我们检查了很多遍 都查不出原因 七八个医生紧紧围住碎碎 见他浑身都因疼痛被冷汗打湿 宗方的心就像被捶了一样 瞧瞧乖 哪里疼告诉我 我肚子好疼 他们好像在里面打压 说完又疼得仰头毙了 陆在肚子上的大手微微颤抖 他努力让自己冷静 然后亲自为他做了一系列检查 不应该 明明还没到生产的日子 雷诺尔看了一眼满头大汗的乔碎碎 鼓起勇气大胆子上前 会不会是胎内吞噬 胎内吞噬指的是一胎多个幼崽石 会出现互相抢夺母体养分的情况 通常会在雌性营养摄入不够的时候发生 助产一生不解 碎碎小姐每天摄入的营养完全达标 怎么会出现胎内吞噬 会不会是因为雄性气息摄入不足 一般雌性怀孕都是在被雄性标记后 但碎碎小姐是古人类无法被标记 加上从怀孕之初就离开了幼崽的生父 雄性气息摄入不足才导致了胎内吞噬 乔碎碎事实又患了疼 听见他虚弱的声音 一直一言不发的宗方顿时下颌紧绷 内心挣扎 他紧紧握住他的手 眼里全是柔情 不停轻声哄着他 宗方宰宰会死吗 我害怕 其实宗方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让他不难受 而非幼崽会不会有事 却没想到乔碎碎会这样问 不会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宰宰也是 他俯上他的运动 吻了一下他的鹅脚 然后给乔碎碎打了睡眠剂 轻轻抱起他对一旁的雷诺尔吩咐 准备一下 我带他去亚特兰蒂斯 此时的皇庭 莱伯利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 俯视着花园里忙碌装扮会场的仆人 身后传来一阵脚步 都解决了吧 是的多亏了殿下 我已经和妹妹团聚了 莱伯利转身晃了晃手中的酒杯 那就好不忘我费了些功夫 是艾文 几天前碎碎被策划带走的事件 正是他替伊莎贝尔公主办的 他的妹妹是人造此心 不过是基因孵化的残次品智力不足 在艾文的悉心养育下 才能勉强生活自立 半年前妹妹被拐走一直没有下落 最后一次踪迹是在地下组织的拍卖上 艾文文讯感到时妹妹已经被埋走了 对方是个贵族 尝试多次都没能把妹妹救出来 这才求到伊莎贝尔公主那里 希望可以借助他的权势大救妹妹 哪知道他为公主安前马后 事情却被一拖再拖 是莱伯利顺着星云上散步言论的蛛丝满进 找到了幕后推手艾文 这才了解到整个始末 可他非但没有把艾文送进监狱 反而帮他救出了妹妹 艾文的脸上据是感激 莱伯利却散漫的笑笑 别着急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你跟在希克赛斯身边也十年了 为什么出事的时候不向他求助 反而要找伊莎贝尔呢 艾文却面露难色 主人的处境 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样好 言下之意 是就算求他也没有用 自从双翼之战后 主人就得了性功能障碍 并与公主提出了解除婚约 希克赛斯公爵得之后勃然大怒 甚至当着我这种仆人的面训斥了主人 并放话要收回他的家族徽章 莱伯利诧异 原来卢卡早就想与公主解除关系了 家族徽章可以号令族群中所有雄狮受人 以及对家族大事有表决权 是非常重要的象征物 如果真的被收回 就意味着被废除了继承人身份 卢卡在家族中将再也抬不起头来 前段时间开始主人的徽章就不见了 我私下旁敲侧击地询问 主人却没有答复 看他的反应也不像丢了 我想主人应该是彻底失去了继承权 所以你才去求伊莎贝尔 还真是见风使多 那徽章长什么样子 金色星星镶嵌在五条横杆上 那是主人一向不离身的东西 莱伯利好像有些印象 艾文 你这次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你只看到西科赛斯失事 却忽略了他的实力 军部没有一个雄性是吃白饭的 全部自命不凡又好懂 可这班人只对西科赛斯恭恭敬敬 对他的命令从不止以 难道只是因为西科赛斯家族的缘故吗 而你去找伊莎贝尔 才是真正的臭旗一招 他看似无上尊贵 实则不过是孤府拿来政治联姻的工具 他的16个配偶里 8个来自其他联邦成员国 8个来自奥斯兰帝国的大家族 加上他从小嚣张跋扈惯了 与这些配偶也没能经营出什么真情事感 不过是各取所需 你觉得他能有什么权势 艾文面如白纸 我没有将碎碎小姐的真实身份告诉公主 或许 或许主人会看在这十多年的份上 对我网开一面 莱伯利像听见了什么笑话 你背叛了西科赛斯 又伤害了他捧在手心的人 你觉得自己还有回头路吗 他悉心爬到莱伯利脚边 抓着他的裤腿不停求饶 能跟这个人废话这么久 莱伯利自然有更大的把恨 好啊我给你机会 你可一定要把握住 于是在没有灯光的华丽请电 莱伯利身体前倾 附在艾文耳边说了什么 后者的眼睛里充斥着震惊挣扎 最终绝望而坚定 为了逃离变态蛇兽的掌控 他聊拨了可爱的犬系兽人 只是柔弱的装个可怜 再顺势亲密贴贴 小熊性便烧到了八百度 乔瑞瑞再次醒来 已经身处亚特兰蒂斯 青涩又结巴的声音传来 是雷诺尔跪在他的床边 正一脸紧张为他打以解惑 凭借联邦高级科研人员的身份 中方顺利地进入了奥斯兰帝国 并把他藏匿在隐蔽的安全屋 雷诺尔 他没有怀疑你吧 青年连忙摇头一脸憨厚 因是犬类受人的缘故 雷诺尔性情温和不爱说话 遇见雌性更是结结巴巴 光是替乔碎穿个血 小脸就能红得低血 雷诺尔 你会帮我保守秘密的对吗 乔碎碎温柔一笑 看见青年点头如捣蒜 这才满意地放过他 我要的东西你带来了吗 文言雷诺尔拿出一条珍珠手链 正是此前莱伯利给他的光芒 他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 此时低头已经看不见脚尖 这样逃跑实在不太现实 乔碎碎在雷诺尔的搀扶下进了浴室 反手将一脸担忧的小奶狗锁得门来 然后快速登入光芒 消息提示震动都不停 除了大量陌生人的私信 还有卢卡和莱伯利 给他的上百条未读消息和视讯 来不及细看 中方不知何时回来 他迅速编辑了一条消息发给莱伯利 两秒的时间 莱伯利直接弹了个视讯过来 乔碎碎下了一条 赶紧打开水龙头掩盖说话声 莱伯利一脸紧张 看见他黯然无视后才松了口气 没有时间寒暄 直接切入主题 我现在就在亚特兰蒂斯 具体位置不清 阿什 你是不是有帮我摆脱宗方的计划 莱伯利反应很快 碎碎 你听完如果同意就敲一下光芒 宗方此次入境带了大量精神力强大的雄心 如果硬拼反而会打草惊蛇 所以你要想办法到黄庭来 明天就是希克赛斯的捷偶仪式 我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带你离开 到时候会有人拖住宗方 届时你再找机会跑出来 记住只要进入黄庭 我就有办法找到你 他在脑中快速过了一遍这个计划 觉得是目前唯一的选择 于是敲了敲光脑表示没问题 正要挂断时 又传来莱伯利思念的话语 乔碎碎没有回应 直接结束了视讯 删掉记录并退出关节 然而狂跳的心脏才刚刚缓和 外面就传来了雷诺尔的声音 博士您回来了 哇 光脑还没来得及还给雷诺尔 周方皱眉看着面前的亲女 你为什么在这儿 我 我来给碎碎小姐量体温 宗方一把推开她往里边走 却看见床上空无一人 当即脸色大便开始四下寻找 圣人的目光仿佛要蹲了雷诺尔 人到底在哪 冲水声事事响起 宗方回头 乔碎碎正虚弱地从浴室走出来 他顾不上其他 立刻大步上前扶住 还是很难受吗 他点点头扶了扶肚子 大半身体靠在宗方身上 你去哪了 我醒来没看见你又不知道这是哪 好害怕 闻言宗方紧绷的神经这才松弛下来 充满力气的五官也不自觉柔和起来 他将人打横抱气走向床边 路过雷诺尔是狠狠警告了一眼 小狗立即低下头默默离开了 他的某种闪过一丝怀疑 却立马被捧住脸的小手打断 你在看什么 没什么 他笑笑开始给他按摩小腿 周方你去哪了 我们为什么来这里 去了一趟军部 他是去找卢卡的 虽然他并不觉得碎碎的情况是胎内吞噬 但看见他疼得煞白的脸 往日的严谨求证都不管了 只要能让他不难受 他什么都愿意尝试 于是压下心中的不快 想让卢卡跟他过来为碎碎治疗 却不料到门口就被拦下了 听闻碎碎心疼地抱住他 宗方我不疼吗 你不用为了我这样低声下气 我们回去吧 男人眼里立马升起点点笑意 怀疑和他与雄性独处的心烦被一扫而空 瞧瞧你不用操心这些 不论是什么问题我都会解决 瞧碎碎抱住他的手臂 我也想和你一起面对 不如我们去出戏公主的捷偶仪式吧 闻言宗方神色淡了些 你想去 这样你就不用那么辛苦去军部受气了呀 可宗方并不想碎碎与卢卡有直接接触 所以也不接话 见这法子没用 瞧碎碎立马患上憧憬的表情 而且我还没见过捷偶仪式呢 听说很盛大 要是能去看看就好了 到时候也能学着布置我们的捷偶仪式 宗方立马愣住 你说什么 皇家的捷偶仪式很气派 不是下一句 要是能去看看就好了 也不是 直至看见他脚侠的笑容 还明白这小家伙在捉弄自己 我听见了 你说我们的捷偶仪式 他拥着他看他把玩着自己的头发 前犬弄得一转 随即又想到他是个 战友欲和控制欲都极强的人 肯定不愿接受和别的雄性分享配偶 周方 我想让你做我唯一的配偶 他低头藏住微微泛红的眼 好 我绝不背叛 窝在他怀里的碎碎脸上一片激了 随后用甜甜的声音回答 嗯 我也是 一日奥斯兰皇庭 穿戴好新郎礼服的卢卡站在窗前 昂斯近来时被震撼到了 没想到一向硬朗的上校 也能吼住这种华丽的风格 都安排好了 是 所有人已就位 只要宗方一出现就拿下他 记住 无论碎碎是否出现 仪式都不能举行下去 是上校 莱伯利殿下那边需要智慧一声吗 请求将仪式提前的那天 卢卡就让昂斯着手准备 一是为了找回碎碎 二是为了带人毁掉自己的劫偶仪式 楼下花园里 莱伯正笑着举备应酬 不必 他一定也有安排 但不会告诉我 卢卡很清楚莱伯利在利用他 为了碎碎他心甘情愿 但并不代表他就会乖乖和公主结为配偶 好让莱伯利有机会独占碎碎 乔碎碎并不知道这些安排 他甚至连自己是怎么来的都不知道 一睁眼就已经在宫殿内 直至看见胳膊上的睁眼后才了解 虽然昨天已经连哄带片让宗方带自己来 但他的多疑是刻在骨子里的 想必是怕他记住来路逃跑 才给他打了睡眠剂 怎料乔碎碎压根就不打算逃 只要进了黄艇 他就可以利用莱伯利压制宗方 他再能打又怎么样 强蛇压不过地头路 莱伯利果然很快就来了 碎碎 阿什你怎么找到我的 艾文的兽型是蝙蝠 天赋是用回升定位 只是有距离限制 所以我才让你到黄庭来 我让艾文拖住了宗方 飞剑已经在外面等了 我们走 说罢莱伯利就要拉着他走 瞧碎碎却毫无反应 走 走去哪 莱伯利蹲到他身前眼含笑里 我打算放弃黄氏的一切 和你去一个没人找得到的地方 你放心 所有事情我都安排好了 等你把孩子生下来 我们就一起抚养他 看着莱伯利满是西纪的双眸 乔碎碎不禁微微皱眉 宗方不会放过我的 而且以为逃跑不是办法 既然这里是黄庭 你可以直接抓住他呀 莱伯利的笑容却立马僵重 虽然我是黄师成员 但没有什么视觉 所以无法随意调动人手 碎碎 你不想跟我走吗 他点头毫不掩饰眼中的失望 看见他的反应 莱伯利只觉无法呼吸 是因为西科赛斯的缘故吗 乔碎碎否定的快而坚定 那是为什么 我想要的是稳定安全的生活 阿石真的很谢谢 但我不想过攻堵戏藏的日子 我也不应该过那样的日子 他的语气平静声音也轻轻的 但莱伯利却感觉这话仿佛有千金力道 重重地将他扶开 言下之意 就是在说他不够强大保护不了他 被宗方软禁的日子里 乔碎碎的内心发生了很大变化 每天过着养人鼻息的日子 他觉得自己又回到那个令人窒息的家庭里 小心翼翼地讨好家人 寄人篱下 他受够了这种生活 不想再做总是需要被拯救的弱者 既然都在游戏里了 那为什么不能主导自己的人手 乔碎碎说完便起身离开 留下一脸不甘地莱伯利 他拖着肚子来到花园 前方不远处传来掌声和喝彩 应该正在举行仪式 他叹了口气做了决定 本不想破坏卢卡的性命 但眼下莱伯利这条路走不通 卢卡是谨慎的选择了 希望他能看在幼崽的份上 帮他出手对付宗方 可他刚走进会场 整个大地都随着巨大的爆裂声震动 乔碎碎在摇晃中没能站稳 重重摔在了地上 突然他感到花一下 糟糕 羊水破了 男人单身八十年 第一次对女孩动了情 天之理工男报改深情小狼蛇 却不料女孩全是假意迎合 将其骗到奥斯兰帝国后 埃文就找了过来 我是希克赛斯上校的管家 您真的不想知道 碎碎小姐为什么对主人念念不忘忘 宗方很警惕 他本不想留下乔碎碎一个人 但埃文的话无法让他不在意 所以这才中计 很快他便发现埃文的故弄玄虚 一把拧断了他的脖子 尽管如此也被拖延了十多分钟 一群雄性突然围攻上来 虽训练有素配合默契 但在精神力SSS级别的宗方面前 还是渣渣 你们是谁的人 他掐住一个雄性的脖子 试图得到幕后人的身份 却不料对方猛地拉开信号弹 浓烟瞬间包围了宗方 是臭幼兽人的线体分泌物 用来麻痹敌人和防卫 而与此同时的会场 卢卡面无表情听着众人的贺词 依莎贝尔还着他的胳膊满脸笑容 突然他感觉到一丝一动 留下失陪便大步离开 当宗方赶回休息室时 乔碎碎已经消失了 他顿时脸色阴沉扭头就出去找 这个引力而来的攻击 整座宫殿都开始晃动 只见一个体型庞大的雄尸走了出来 他的头低伏着 目光紧紧锁定对方 喉咙里不断发出威胁的低吼 已经进入攻击状态 低沉的噬吼声响彻整个黄体 几个金发青年面色一变 纷纷看向声音的来源 父亲 那是哥哥的警告声 希克赛斯公爵也听到了 宝金风霜的眼微微眯起 等众人赶过来时 宗方和卢卡已经 两个同用精神力SSS级别的 真够产生的强大威力 低等雄性根本无法靠近 人群开始骚动起来 不知是谁高喊了一声 不好了 这里有个雌性要生了 人群被吸引过去 只见一个柔弱的少女 满头是汗 扶着肚子伴坐在地上 神情痛苦 有雄性上前嘘寒问满 却被赶来的莱伯利吼了回去 莱伯利抱起乔碎碎 看见她疼得小脸煞白 顿时大脑一片空白 来人来人 有没有助产医生 很快有人叫来了专业医生 医生简单检查后 便一脸严肃 是早产 但她现在的情况不易挪动 现在就要准备接生 乔碎碎听完眼前一黑 在这么多人面前生孩子 不行我不要在这里生 莱伯利急红了眼 她知道黄庭很大 从这里再抱她去宫殿 再加上准备和布置时间 根本来不及 于是轻声哄着她 并吩咐把这片区域围起来 很快仆人们用桌布当作屏风 围出了一片待产区域 医生和驻厂护士也准备就绪 围观的人都被隔开 乔碎碎的头靠在莱伯利身上 拖着下坠的运毒 公缩一阵一阵来袭 但很快痛感就消失了 她知道这是系统的作用 杰偶仪式的关注度很快被转 爱那边有磁性在生产 什么 胎生磁性 天啊 我还从来没见过胎生磁性 赶紧去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依莎贝尔听着纷乱的讨论面色不善 她才应该是今天的主角 到底是哪来的磁性 但当听到乔碎碎的名字时 她差点没站稳 来不及细究她为啥出现在这里 想到卢卡刚刚丢下自己离开 可能就是因为乔碎碎 她提着裙摆就跑了过去 下好一个医护人员掀开遮挡从中出来 透过缝隙她看见了里面的莱伯利 顿时大喊 表哥这个孩子是不是你的 她急于求证丝毫不顾场合 也不管情况多么紧迫 非要闯进去问个明白 专心待产的乔碎碎听到尖锐的女声 不由皱眉 莱伯利一直观察着她的状态 本来她就因为早产而非常紧张 生怕碎碎生产时有个意外 直至听到伊莎贝尔的声音后 心底顿生杀意 碎碎别怕 我出去一下 伊莎贝尔的其他配偶也看不过去 劝她先别吵 却都被她对了回去 你们也配管我 我今天一定要问个清楚 说罢就见莱伯利走得出来 她立刻冲上去质问 你说话呀 孩子到底是谁的 莱伯利神情因一眼里充满厌恶 是卢卡 希克塞斯的 你不是也猜到了吗 所以在这里大呼小叫着急求证 顿时全场炸开 伊莎贝尔将在原地 感受到众人的视线后 脸色难堪到了极点 是卢卡的后代 莱伯利点点头 老公爵顿时喜极而泣 好好好 受神保佑我们希克塞斯家族 太好了 老爷子自从知道她得了那种病 表面严厉实则内心担心的不行 平时也不许别人提 毕竟是观一个雄性的尊严 私下里也为卢卡 扛了很多废除她继承人的意义 原本她的愿望很简单 等卢卡和公主结偶后 就找最好的基因孵化公司来孵化一个后代 不管失败多少次她都不会放弃 可眼下竟喜从天降 代产去传来医生的惊呼 生了生了 是只慈性 乔碎碎努力保持镇定 这次早产却有难产迹象 好在系统加持才能安然无恙 耳畔突然响起系统的提示音 恭喜宿主诞下第一位子嗣 兽形 狮子 性别 词 基因 优 精神力 S级天赋 暂未获得 获得积分100 因精神力为S额外奖励100 道具 基础医疗箱 恭喜宿主诞下第二位子嗣 兽形 狮子 性别 熊 基因 优 精神力 一级 天赋 暂未获得 获得积分100 道具 水形匕首 接下来的两只也都是雄性幼崽 又分别获取了防护符和移动水源道具 检测到宿主是初次生子 额外奖励储物空间300格 后续可使用积分兑换扩容 一共生了4只狮子幼崽 三雄一词基因全是幼等 除了雌性的精神力是S级 其他的全是一级 乔碎碎有些摸不着头脑 卢卡的精神力是SSS 怎么又再没有一个继承吧 宿主没有精神力 能生出3ES已经不可思议了 合着是他自己拖了后腿 宿主如果想提升子四精神力 需要先提高自身精神力 精神力和天赋都可以用积分兑换点亮 天赋兰200 精神力兰600 乔碎碎这次生子获得500分 只能选择点亮天赋兰 选择兑换后却看见天赋兰人空空如也 怎么回事 点亮了也没有天赋 200积分只用于点亮 具体天赋需要宿主自行获取 怎么做 用200积分兑换天赋剥夺技能 通过和雄性发生关系 剥夺对方的天赋 文言他的眼睛一亮 心中已经有了人选 兑换这项技能后 又用剩下的100积分 兑换了多胎单和避孕单 多胎单可以百分百保证宰宰数量翻倍 而避孕单则用于紧急情况 一副一碰就怀孕的身体 对乔碎碎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 产后一键恢复后 他顿觉身体轻盈不少 完全恢复到孕前的身材和状态 但为了不引人注意 他还是假装虚弱的样子 外面已经乱成了国 得知乔碎碎生了四胎后 所有人都傻了 并且幼崽当中还有一个瓷性 不是说西克赛斯上校那方面不行吗 这不挺行的 不生不想连孩子都生了四个 应该说是乔碎碎厉害 要是跟那位 恐怕什么动静都没有 被寒沙摄影的伊丽莎白顿时气急败坏 嚷嚷着就要跟人干一家 老公爵擦着激动的眼泪 默默站到了生产区前 保护的姿态不言而喻 这是我西克赛斯家族的后代 我看谁敢冒犯 卢卡的兄弟们顿时秒懂 一个个挡在伊莎贝尔面前 面色不善 而当时爸也终于打了过来 他遍体鳞伤红着双眼 不管不顾冲进了生产区 皇帝也闻讯而来 原来卢卡和宗方缠斗片刻后 皇室的人就赶来了 由于两人都是下了死手 皇家护卫队根本插不上手 最后给皇帝传了消息 将乔碎碎早产的事说了出来 这才制止了这场 你死我活的厮杀 宗方虽表面是联邦高级科研员 但同时也是索特兰党要员的儿子 这两个雄性不论谁出事 皇帝都担不起 其背后家族的怒火 生产区内 四只幼崽由于早产的缘故 现在必须住在医疗乡里 乔碎碎刚生产完状态 比运期还要好 此时正被对着门口观察着幼崽 卢卡进来后就看见这一幕 情绪再也绷不住了 无声掩面痛哭 她缓缓走到她身边 从背后紧紧拥抱住她 所有积压的担心和思念在这一刻爆发 卢卡再也忍不住汹涌的爱意 乌咽着吻上她的发底 对不起 对不起碎碎 对不起 卢卡 乔碎碎有些惊讶 想回身看她 却被紧紧抱住动弹不得 她后悔自己的瞻前顾后 痛恨那时的刻意冷淡 她以为自己是在保护她 却错过了最重要的事 她竟然让她一个人生孩子 整个孕期也没能陪在她身边 卢卡恨透了自己 对乔碎碎的愧疚也越发难以控制 碎碎 我爱你 中方看着眼前的一幕 一口血喷了出来 她捂着胸腔死死盯着乔碎碎 终于明白自己被骗得多么彻底 她怎么也不敢相信 一心守护的女孩竟然一直在骗她 直到看见她躺在别人怀里 才彻底醒悟 中方仍抱有一丝幻想 她用联邦指定的名义试图带走碎碎 卢卡自然不会放手 文言来伯利也走上前 宗方博士 你是不是太拿自己当回事了 联邦是暂时让研究中心照顾碎碎 不是把她给你做你的私有化物品 宗方无视这些话 目光紧冰乔碎碎 过来 只要你跟我回去 一切都可以不追究 乔碎碎缩着身体躲在卢卡背后 看似害怕的模样 实则心里没别好皮 她想剥夺掉宗方的天赋 但又不想跟她回去 听见宗方明显克制着怒意的声音 乔碎碎选择对卢卡撒娇 卢卡 我不想回去 卢卡自然受用 受人的五感何等敏锐 宗方也听见了 额头清惊凸显眼中全是恨意 只听听一声 宗方的精神力在空中迅速炸开 她的银发在空中飞舞 脸颊的银色鳞片若鱼若现 已经进入狂暴状态 由于生产区的遮挡也被震倒 乔碎碎的情况也暴露无疑 伊莎贝尔被她的配偶们保护起来 在看清卢卡身后娇小的人影后 才明白自己输得多么彻底 卢卡和莱贝尔也是宗方的神力 三体庞大的 在场的雄性根本无法承受 有个巅宫不怕死的 举起光脑点了直播 卢卡的弟弟麦阿奈见状要冲进去帮忙 却被老公爵一把提溜住 父亲 哥哥刚刚战斗完身上还有伤 怎么打得过宗方呢 我们不能插手 为什么 老公爵却转身跪在皇帝面前 太阳 卢卡是为了自己的雌性而战 无论生死 希克塞斯家族都认 意思就是这件事不上升到军部甚至帝国 无论出什么事他们都不会追究 有了老希克塞斯的保证 皇帝这才没心烧松 但看见与宗方缠斗的莱贝尔也是宗 二打一赢了也没什么好炫耀的 还会输入皇室的脸面 况且这是在他的地盘 宗方若真有个好歹 索特的人借题发挥 把两国关系倒得更强 事情就更棘手了 阿什 不要因为想帮朋友就一起用事 快收手 希克塞斯宗方 你们两位也有心理 这里不是你们决斗的地方 皇帝发话不怒自威 众人以为这架打不起来了 本来都有些扫兴 谁知莱伯利边打边投也不会解释 我可不是来帮他的 他的能量可以定义 无差别攻向卢卡和封方 我要带碎碎走 全场震惊 什么 原来不是二打一 是一打二啊 皇帝瞪眼 这才明白莱伯利也是要那只小慈性 与此同时 躺在地上的雄性正对着光卯没飞搜 实时解说现场情况 各位现在看到的 是本星元史无前例的一场大型争夺战 三个精神力S级的雄性争夺一个雌性 以帝国之鉴著称的西科赛斯上校正在防守 皇室成员莱伯利殿下攻向二人 来自索特国的宗方博士原来不只会搞科研 还这么能打 看着密密麻麻的弹幕 他越说越来劲 连压迫他的精神力威压都忘了 有人通过镜头看见了乔碎碎 立马认出是前段时间走红的胎生雌性 并且没有配偶和监护人 有人开始实时征婚 还有眼尖的人瞧见了保温箱的幼崽 这才得知是这雌性刚刚生的 一胎四只狮子幼崽 全网顿时炸开了锅 说在这时两股精神力容量锅相撞 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撞击力 所有人都被震翻在地 精神力差的雄性直接吐血 宴会上为数不多的雌性 已经被疏散到百米外 乔碎碎从一片飞沙走势中抬眼 宗方和卢卡两人都亮枪着个退了好几步 莱伯利半跪在一边 头上出现了一对鹿角 嘴角一血 尽管他是S级 但在两个SSS面前还是败下阵埃 逼得他露出了兽性 卢卡的伤口已经是衣服 宗方虽也好不到哪去 但他的伤口正在肉眼可见的愈合 这样不行 卢卡已经快坚持不住了 突然 宗方的双眼变成树童 他张开嘴露出毒牙 身形如闪电突袭向卢卡 乔碎碎立即冲上去抱住卢卡的脖子 眼见他挡在自己面前 卢卡迅速拥住他向后倒去 看见他扑过来 宗方立即收回毒牙 身体的惯性却杀不住车 好在卢卡抱着他倒向一边 不然此刻就一命呜呼了 眼镜王蛇的毒液 数秒之间就可以毒杀一头猛马像 乔碎碎听见卢卡的一声闷哼 接着就被他紧张地上下检查 确认他没摔倒后才稍稍松口气 摸着他的脑袋后怕倒 不要再这样做了碎碎 我承受不了你受伤的后果 他轻轻还住卢卡的腰身 算是一种无声安慰 默默注视二人的宗方 眼底的势在必得开始支离破碎 他有自信西科赛斯打不过他 本以为杀掉他 他就会不那么喜欢这个战败的雄心 可他竟然不顾自身安慰扑过来救他 宗方笑了 一滴泪从眼角滑落 他仰倒在地上笑成了一个疯子 乔碎碎听见那凄凉的笑声叹了口气 宗方 我不想跟你回去 联邦那里我会去说明他 宗方苦笑 随你 看着他面无表情地站起来 狂暴的表征也在逐渐消退 乔碎碎本以为他放弃了 宗方歪头省笑 那就留在你身体里吧 当做我给你的礼物 这个晶片是什么作用 监控 你的一举一动 身体状态和所在的位置 我都一清二楚 乔碎碎摇摇唇无所谓的笑了 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宗方太了解乔碎碎喜欢什么讨厌什么 所以笃定他不会给自己监视他的机会 果然碎碎慢慢挪动脚步 怎么取 怕什么 你过来把手腕给我 我用精神力把晶片吸出来 卢卡拉住他的手一气走过去 他定定看着宗方 身后的另一只手已经凝结出能量锥 打算稍有一动就杀了他 宗方没看卢卡 眼睛一直盯着乔碎碎 毛子里的恨与怨 痛与爱都那么压抑 乔碎碎伸出两只手腕 在距离他三步远的地方停下 可以了吗 莱伯利此时也来到碎碎身边 阻隔在宗方和他之间 宗方没再提让他靠得更近的要求 他伸长手臂五指张开 能量似在手掌中间如闪电般若隐若现 乔碎碎 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你 一道荧光扩大 刺目的光让众人都睁不开眼 可预料的攻击没有 而在睁眼时宗方已经消失 他带走了幼崽 直播的雄性指着一个方向大喊 他刚刚一直盯着自己的光脑看场中情况 因此没有直视现场 所以看见了全过程 他看见宗方用精神力化成闪光弹 然后化为蛇形叼住一只幼崽游走了 闻言卢卡立刻去追 碎碎急忙跑到保温箱 看见四个幼崽果然少了一个 是小白 宗方竟然偷走了 他精神力最高的一只雌性幼崽 那是一只通体血白的小狮子 眼睛都还没睁开 莱伯利连忙轻声安慰 别怕别怕 我一定会把宅宅找回来 瞧碎碎气的双手握拳眼角飞红 老公爵也带人第一时间追了过去 但宗方像幽灵一样消失在了皇帝 卢卡吐出一口血 捂着胸腔跪倒地 卖啊卖下的赶忙扶住他 哥你快回去治疗 不行宅宅丢了 他会伤心 卢卡咬牙还要站起来 但因连续战斗了两次 精神力实在消耗太多 最终充不住沉重地倒下 这场闹剧随着宗方的消失落下为目 皇帝派人四处寻找又宰下落 希克塞斯家族也几乎全员出动 甚至发了悬赏令 原本来参加捷偶仪式的众人纷纷散去 这一场大瓜接二连三够吃好几天了 憔悴碎意太成名 贵族圈里有头有脸的雄性已经盯上他 这些家族想得很简单 如此宝贝的胎生慈性 放眼整个星际也就只此一个 必然不可能只有希克塞斯一个配偶 接下来的两三天 奥斯兰皇帝不断收到请求觐见的帖子 而这些人来都只有一个目的 为自家成年雄性申请成为乔碎碎的配偶 更有许多大家族要求成为乔碎碎的监护人 乔碎碎受到皇帝安排 和宰宰们暂时住在皇庭 希克塞斯家族派人守在门外 怕宗方去而复返 莱伯利几乎24小时都待在他套间的外面 一是怕他难过不适应 二是想趁着卢卡受伤的时候多与他赌注 傍晚 莱伯利轻柔地给碎碎擦着头发 这几天他的衣食起居都由莱伯利照顾 状态比在研究中心的时候好了不少 最重要的是这里没人限制他的自由 卢卡派来的人也只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 平时在他周围的存在感很低 莱伯利更是不用说 稍微皱个眉头他就会立刻无条件妥协 阿石 卢卡什么时候能出医疗舱 快了 麦阿曼说他上次伤就没好权 这次又添心伤 必须彻底治疗才能出医疗舱 他点点头知道这是急不来 想起卢卡自他生产后态度的转变 他又觉得不见面也好 不然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和卢卡相处 一个原本冷淡的人突然无比紧张自己 他还有些不太适应 正胡乱想着 他突然感觉胸前一失 低头一看 发现自己又长奶了 只因穿成了寿式星际唯一此性 女孩就成了所有雄性争抢的对象 一日刚撩拨了帅气狮子 就被蛇王抢了过去 就在刚刚 碎碎的古人类身份曝光后 就强行被研究中心带走了 再次醒来 浑身上下被插满细细的管 一个音声模样的男人正定定看着他 你是谁 可以放开我吗 语言系统正常 地球语系 心率180 情绪转变可引发身体机能改变 见对方毫无反应 又开始装柔弱伯同情 我的手有些麻了 你可以帮帮我吗 中方握笔的手一顿 眼底浮出兴趣 个性狡猾 善于利用雄性弱点达到自身目的 他的笔冰得像刀子 顺着他的胳膊寻找静脉 直至检查到腹部 中方的手一顿 又再次轻轻按压 平坦的小腹突然凸起一小块 又很快不于瓶颈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动 反复检查三遍后 才确认他怀孕了 文言碎碎也愣住了 不是说那男人不孕不孕吗 七八个助手很快围了上来 开始用仪器做详细检查 调碎碎只觉得自己像只小白鼠 系统 到底怎么回事 我怀孕了吗 是的 检测到手胎已经着床成功 种类 狮子基因 优数量 四 瞧碎碎的脑子快要炸开 仪器的显示屏上出现 四颗黄豆一样的形状 七八个助手纷纷无嘴惊呼 更有雄性感动到落泪 是自然受孕的 狮子的基因 而且还是一胎四个 要知道一般像狮子这样体型的兽人幼崽 一胎一个能够平安出世 已是万幸 这个古人类竟然怀了四个 助手们激动得七嘴八舌 中方却神情复杂 附在腹部的手也放轻动作 他目睹了 乔碎碎跳下去的整个过程 如果不是那只狮子救了他 恐怕现在自己要研究的就是一具尸体 幼崽是兽人眼中最重要的存在 承载着繁衍的责任和希望 如今的心计 能够自然怀孕并分娩的 只有乔碎碎一个 于是接下来的几天 碎碎都被锁在观察舱 摄像头24小时盯着他 吃喝拉撒暴露无疑 尊严被践踏一地 极大的羞耻感淹没了他 他开始绝食抗议 体重骤然暴降20斤 众人急坏了 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 有人提议解开他 毕竟自己主修人类情绪学 猜测是因为情绪问题导致失去食欲 中方神色复杂 他已经尝试各种冒险 注射营养液 威胁 诱 可那个人类都不满着 他不明白这个研究对象 为何如此不复 几天后他开辟了新的活动区域 按照史字记载 一笔一还原了古人类的居住空间 中方信心满满 以为那张小脸终于能出现笑容 却不料碎碎只是睁开眼看了看 随即面无表情的闭上 你听到了吗 你从现在起自由了 之后会有专门的营养师为你送饭 你还有自己的惯喜事 乔碎碎却在心里冷笑 他刚刚扫了一眼 就是在看摄像头 发现果然各个方位都有 360度无死角 每天活成一部24小时真人秀 算什么自由 他是人 不是没有羞耻心的动物 没看到预期中的反应 中方有些不悦 你想要什么 告诉我 我都会满足你 但除了离开这里 乔碎碎依旧一言不发 中方开始烦躁 你以为这样反抗有用 我有大把时间来研究你 见威胁没用 他就搬出卢卡 表示可以申请见面 可乔碎碎仍旧默示 一气之下 他直接将人暗倒在沙发 强迫对方与其对视 如木我般没有灵魂的黑童 中方慌了 下一秒 触手却摸到一片温热 是乔碎碎裙摆的血迹 他顿时大惊失色 急忙叫来医疗组 是先兆流产的症状 医生神色不解 怎么会这样 明明他们已经很小心 之前的检查也显示胎儿很稳定 中方的脸色阴沉的可怕 乔碎碎 你在耍什么花样 你到底想要什么 说出来 半赏他终于青抬眼皮 撤掉摄像头 他再也受不了 这样没尊严的活着 中方是不会让自己离开这里的 卢卡身边显然已不在安全 既然人为刀卒我为鱼肉 那他就要利用 现有的一切资源反抗道理 如果你继续这样监视我 我就快速了结自己 你去研究干尸吧 中方沉默良久 答应只留下公共区域 我要你撤掉所有天空 他极力克制着怒气 最终妥协 接下来的几天 碎碎开始主动进食 逐渐恢复规律的生活作息 但中方过来的时间 却越来越多 一开始是以观察为名 每天上午和下午隔来两个小时 后来时间增加到六个午时 最后变成除了睡觉他都在 虽然多数时候 他只是安静地观察它 并随手记录着什么 但中方的存在 让乔碎碎精神一直紧绷 没有自己的空间 也没有独处发呆的时间 感到窒息的同时 也对中方有了大致了解 敏锐多疑 不容他人侮蔑 依次一个助手 由于和他产生分歧 被直接踢出了研究中心 助手不服要去联邦上宿 中方二话不说 就烧了他的研究成果 并居高临下地看着那人 说这些都是垃圾 被激怒的助手失去 划为兽型攻击他 中方却只是闲闲地应付着 一直逗弄着对方 逼着那人使出了浑身解数 最后他却只是轻轻一击 一招必杀 也是那一次 乔碎碎看见了他的兽型 是一条银色的眼镜王蛇 并且监控撤掉后 中方也会每天检查他的身体 搜查房间内有没有可疑无比 防止他逃走 但乔碎碎始终没有反抗 他在等待一个机会 果然几次之后 中方就对这种心事动众的搜查行为 失去了兴趣 乔碎碎知道 他是在用这种方式激怒他的自尊 并且期待他的反应 他说助手的手术刀不见了 怀疑是乔碎碎拿走的 于是翻遍了整个屋子 打翻他养子花 穿着鞋踩在他的床上 甚至割开枕头检查里面 是否藏着尖锐物 温馨的房间被践踏的一地狼子 整个过程 他都一直盯着乔碎碎的反应 兽人的领地意识很强 他猜想人类也一样 于是用这种方法去测试 人类在极端情况下会有什么局面 以及是如何控制情绪的 但乔碎碎都能在愤怒过后 快速冷静下来 这让他非常惊喜 毕竟兽人体力的一地 是场上 如果能找到这个人类身上 控制情绪的秘密 或许能对兽人狂暴化 进行极大的改善 可乔碎碎不会让他得逞 他默然看着一切 静静助力在房中一角 仿佛一切与他无关 他从没有一刻 把这里当成他的领地 只是一座布置的 温馨舒适的牢笼 宗方等了很久 都没有看见他脸上的变化 心情顿时变得恶劣 这个人类总是不按照他的预期组 越是这样 他就越想掌控他 不是 都搜过了什么都没有 宗方却突然勾唇一笑 还有地方没搜 助手下意识看向四周 把他的衣服脱了 果然瞳孔出现微动 脸上虽刻意压制情绪 但微微颤抖地 只见出卖了他的情绪 宗方满意地笑了 眼里全是兴奋 愣着干什么 助手恍惚地回神 博士 这 会不会不太好 不说面前这个是尊贵的古人类 就他内心而言也是不赞同 宗方博士这种极端的研究方法的 但一直迫于压力没有表态 众目睽睽把这位人类小姐扒光 他实在下不去手 宗方吃笑戴上了手套 既然给你机会你不要 观察着他的反应 害怕 还是生气 或是两者都有 乔碎碎闭上眼 他不能有反应 一旦自己有反应 宗方就会更加心转 然后变本加厉 助手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雄性 此时一个个都盯着乔碎碎 看见他的小脸因愤怒涨红 修长纤细的脖子 如天鹅一样轻轻垂着 顿时浑身血液沸腾 察觉到众人的视线 宗方莫名有些愤怒 随即用身体整个挡在乔碎身前 隔绝身后助手们的视线 同时释放出自己强大的威压 都滚 助手们吓得连点带爬 赶紧逃离了现场 乔碎碎反而松了一口气 公然被脱光的屈辱感 差一点就让他坚持不住 只要你平话 乖乖配合我 我就不让他们再来搜你的房间 他的脑子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你过来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明知道他在耍花招 宗方却还是不由自主靠得更紧 下一秒 耳不传来剧烈痛感 乔碎碎满嘴是血 仰头笑得畅快 宗方用手捂着耳朵 耳垂已经撕裂 他气得浑身发抖 看来是我最近对你太宽容了 乔碎碎一脸默然 你敢动我吗 我是唯一的一个人类 我死了你就什么都得不到 对宗方来说 乔碎碎的存在本身 就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他对人类的痴迷 不知何时开始变质 毕竟没有一个雄性 会不渴望淡下自己的幼崽 所以他在赌 赌宗方不会真的伤害自己 说这话的时候 他美得让人一不开眼 你想知道我肚子里 到底能生出什么来 是吧 一个人类和兽人的结合体 是你毕生都在研究的对吗 文言宗方瞳孔微微一正 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我可以给你的孩子 内心深处的潘多拉盒子被打开 宗方不再掩饰他的欲望 但他并不相信乔碎碎 毕竟乔碎碎的眼中始终厌恶 一开始他的心脏还会猛地收缩 心痛的感觉让他感到陌生 后来逐渐习惯 但始终不理解 你讨厌我 明明摄像头也拆了 还为他打造了一个舒适的论人 对他的健康比对自己都还要伤心 就算这个孩子不是他的 他也在担惊节律地照顾 但为什么就是不会给他好脸色 你为什么讨厌我 因为你囚禁了我 囚禁 你知道你现在走出去会发生什么吗 奥斯兰帝国前不久就走漏了消息 说你是联邦唯一的胎生慈性 并且是抑郁体制 现在整个联邦的雄性都对你虎视眈眈 甚至那些被驱逐的流浪兽人 都在来抢夺你的路上 乔碎碎有些狐疑 知道他身份的人并不多 难道是卢卡和莱伯利 宗方似乎看出了他的想法 你以为你对那头狮子来说很重要 别做梦了 如果不是你肚子里怀了他的幼崽 他怎么会扑出来救你 想起卢卡之前的态度 乔碎碎无从反驳 只有在我身边 你才能得到最好的照顾 乔碎碎 只有我能护得住你 等你生产后怀上我 没有询问没有商量 也没有余地 这是一种命令 乔碎碎气笑了 这就是强者的话语权吗 于是不意顺其心意 娇称的撒娇诉说不满 宗方果然受用 乔乔乖 我只是想更深入地了解你 了解人类 你真的能护住我吗 他表面不安似乎真的被吓到了 宗方得意一笑 是只有我才能护得住你 你发誓无论发生什么 绝对不会伤害我 我发誓 无论发生什么 绝对不会伤害乔乔 这正是他想要达到的目的 擒贼先擒王 宗方是研究中心的最高权限人 他想从这里离开 接近他是最好的方法 加上系统已经提醒过 宗方的精神力是SSS级 天赋是自愈基因是忧 悄悄抬眼去看宗方的耳朵 果然撕裂处不知何时已自动愈合 如果他也有这个天赋 就不用再担心自己小命不保了 既然这条蛇的身体杀不死 那就攥住他的心 于是接下来的日子 喜怒无常的男人 不再用压迫的方式测试桥碎 但偶尔会因控制欲作损 故意让他和某个雄性助手独处 一开始他还没在意 和那个雄性说说笑笑 直到宗方黑着脸将那个雄性折磨 然后缠着他对他又抱又咬 如此反复了好几次 他才恍然大悟 原来他还是在测试 测试他的忠诚度 乔碎碎只觉力拿捏他又进了一步 他才知道如何满足宗方变态的占有欲了 于是高兴的时候就不理雷诺尔 缠着要见宗方 果然男人若无其事地进来 实则眼中都带着笑 他不耐烦的时候 他说了一段时间后 宗方也没测试他的性质 开始每天以研究的名义待在他身边 美名其约人类观察记录 新年4月18上午9点33 他之前要了鸡蛋 面粉 还有一些这里根本没有的材料 不知道要搞什么 我托人辗转在黑市才收集了大部分 有的根本闻所未闻 给他的时候还被嫌弃去读少息 三个小时内厨房被炸了两次 书上说 古人类对于食物的烹调已经真话如今 成为一种艺术 看来这个结论还是太过武断 样本数量参考不够 新年4月19下午4点14 他放弃了厨房转向种地领域 研究中心有一块实验田 他看上了说想种点土豆 我问他打算怎么种 他说挖个坑埋点土 数个12345 在我严谨地表示怀疑后他就生气了 于是我回去做了大量人组 土豆学名马铃薯茄科茄薯植物 生长周期短而产量高 可以无幸快进繁殖 我找了与土豆类似的星际品种 把种子给他 他终于和我说话了 新年4月20中午12点 他最近胃口比以前好了 应该是胎儿在一天天长大 感觉他的肚子又有点变大 今天因为衣服小了 他有点沮丧 我就从旁边说了句你胖了 他就开始装看不见我 等着 明天把新衣服都给他抱来 看他还给我拉脸吗 新年4月21下午1点 预产期在一个半月后 我和许多老学者开了几次回 老家伙们一个个预服至极 只会掉书袋 对于人类生产的细节 和突发情况应对措施毫无经验 在多次研究后 我决定请最有名的妇科胜手为他接生 期待生产的那一天 不过他似乎对此完全没概念 今天还被我抓到在图书馆爬上梯子拿书 我把他抱下来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后背下的湿透了 情急之下说了他 我觉得语气还行 他又不理我 是人类的情绪都这么难琢磨 还是只有他 新年4月22晚上8点 他今天心情很好 我听到他哼歌了 导致我一整天脑子里都是这个旋律 开会的时候下意识哼出来了 所有人都见鬼一样看着我 今天他睡得比之前早没什么特别 只是想记录一下 新年4月23晚上7点40 他的体重痒回来了 说明心调整的方案还不错 他的手好小啊 今天他睡得也很早记录一下 新年4月26晚上7点 为什么他对我从来就没有好奇心 没什么不需要急 算了 新年4月30晚上11点55 我四天没出现他一句没问过 忍不住了还是我先去找他了 这个人只有睡觉的时候才可爱 想想也没什么可生起的 算了 人类没有心 新年5月1上午9点 他最近总是试睡 预产期快到了 这几天我每天都看资料到清晨 因为有个助手说 人类生产时很容易会血崩 我找了很多组数据推翻就像结落 生产时血崩致死率33% 33% 我希望那天来得慢一点 再慢一点 他醒了 我去给他量体温 女人只是睡了个觉觉 醒来就怀了四只小尸仔 三个帅雄性争相恐后要当爹 可他一个都不想要 在亲爹一改以往的刚毅 胡子拉扎双目无神 昂斯从没见过这样的商销 联邦已经明确答复 禁止卢卡进入索特 军队派去了一批又一批 可刚进入边境就被切断信息 虽说他是皇室成员 但两国自双一致战后 关系就变得敏感 当下正是敏感时期 要想把乔碎碎接回来 必须联邦点头才行 可问题是乔碎碎是联邦接走的呀 上校您别太担忧了 以碎碎小姐的身份 他们是不敢盖慢的 倒是宁伤都没好利索 最近又连续四五天没合过眼了 再好的身体也 哎上校 您去哪 话没说完 就见卢卡拎着外套大步往外走 去皇庭 所有方法他都试过了 他不能再等下去了 再见不到他 他会疯的 只有那个办法了 几天前 昏迷了半月的卢卡才终于醒来 当得知碎碎早被宗方带走了 他当即就要去索特 却被莱伯利拦了下来 你自己也清楚吧 你是军部的上校身份敏感 没有许可令 根本进入不了索特境内 况且就算被你闯进去了 以你现在这样的身体状况 就能强行把他带回来吗 然而他万万想不到 莱伯利已经想好了策略 他已经以皇室的名义 送去了卢卡和公主 结偶一世的情体 卢卡以为自己听错了 随即勃然大怒 我现在连他好不好 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会不会不安都不知道 你还有时间管这种闲事 除此之外 你还有别的办法 尽快见到他吗 你什么意思 莱伯利推开他 神色已不负刚才的第二锒铛 你昏迷的时候 碎碎的消息 被有新人散播了出去 有人利用偷拍的帖子 借题发挥 散播他是抑运胎生雌性的消息 重点是没有任何监护人和配偶 消息一出 许多起了歪心思的雄性 受人蠢蠢欲动 一个没有监护人和配偶的雌性 对他们来说 基本就等于仙道仙德 加上星云那篇帖子散发的热度 纵然当时来博利及时补救 也很难完全阻止有组织的发酵 卢卡表情变得紧张 那他怀孕的是 幸好碎碎的报告是院长亲自管理 所以没有走漏任何风声 但我有一点想不通 幕后推手明显是要把碎碎 推到风口浪尖上 可是却没有抛出最劲爆的消息 那就只能说明对方要么不知情 要么就是在给自己留退 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能在这个结果眼上散布这种消息 是不是未免太不巧合了 卢卡皱眉不明白他的意思 莱伯利已经有了答案 依莎贝尔 你没醒的这几天他也没闲着 日日跑到姑姑那里去 直至我无意听见他央求姑姑 把仪式提前 如此心急 想必是知道了什么 闻言卢卡就要去找皇帝 莱伯利却立即挡住了他 你还没明白吗 因为你 依莎贝尔已经极度到 做出伤害碎碎的事了 如果你现在去和姑父说 与他解除回约 难道不是更加激怒他吗 那我就要什么都不做 眼看着别人在暗中对他下手吗 你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和依莎贝尔举行仪式 在奥斯兰帝国公主的 结偶仪式上 所有成员国届时都会参加 其中索特的重要人物 也一定会出席 我发出的请帖 就是给碎碎的信号 他那么聪明 一定可以明白这张请帖的用意 只有让他和索特的人 一起出席婚礼 才是最快见到人的办法 那万一失败了呢 万一他们不让他过来 高大的男子颓废坐下 他的声音带着颤抖 他做不到 让碎碎看着他正是属于 另一个瓷性 莱伯利冷冷回应 那你去强闯 索特的人就会让你见他吗 还是你觉得宗方 会把好不容易到手的 古人类拱手让人 他单手插都提不离开 是你们的未来重要 还是他重要你自己选 一个小时后的皇庭 皇帝答应召见卢卡 允许了他将仪式提前的请求 依莎贝尔得到消息 雀跃地跑不去 却看见面无表情的男人 周身如冰叫一般冷烈 他突然有些心慌 觉得他离自己好远好远 卢卡 闻言男人回头 朝思暮想的浅瞳 却如冰剑般言寒 你 你的伤都好了吗 他娇羞着正要揽住他的胳膊 却被卢卡直接避开 他的手尴尬地僵硬在半空 依莎贝尔愕然 依莎贝尔又娇撑了起来 你还真是着急 晚点有什么关系 卢卡冷然打断他 殿下别再做多余的事了 否则我会不惜一切代价 与此同时的古人类研究中心 宗方抱着乔碎碎坐在沙发上 男人看似在浏览报告 实则注意力都在怀里的少女身上 今天他收到了奥斯兰帝国的情帖 是卢卡和依莎贝尔的结偶一事 自从和碎碎变亲近后 他对他和卢卡的关系有很多猜想 眼下刚好借机试探他的态度 乔碎碎拿着情帖看得认真 他的感受复杂 尽管知道这天一定会到来 却没想到这样快 明明他现在肚子里还怀着他的宅宅 他却要和别人结婚 想到这不禁下意识摸了摸魂园的肚子 见此宗方立即温柔抱住他 以为他哪里不舒服 乔碎碎却摇摇头打了个喝钱 我在想送什么喝礼比较好 你不介意吗 介意什么 他不动声色地打量和怀疑 他和你有了孩子 现在却要成为其他雌性的配偶 你真的一点都不在意 他垂眸沉默 表面没什么反应 实则脑子转得飞快 见他低头不语的样子 误以为他在难过 神情立马变得阴冷 希克赛斯打不够我 我去帮你把他绑过来怎么样 狭长的单放眼似笑非笑 俨然一副好脾气的样子 正好你也快生长了 应该也很想见到他吧 见状乔碎碎心中锦灵大作 这个男人笑得越温柔 就代表他越生气 索性故意顺水推舟 眼泪无声落下 看着他的反应 中方不由心疼力道 也逐渐放轻 哭什么 我把他绑来你不满意 说完却见乔碎碎哭得更凶了 他咬着下唇鼻尖红红红的 中方看得心疼极了 我被人拍卖的时候 中了快乐水 醒来就发现在他的别宫里了 如果不是你把我带回来 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怀孕了 乔碎碎哽咽的仿佛再也说不下去 中方敏锐捕捉到关键信息 是他强迫了你 乔碎碎却不回答 只沉默着落泪 这些话没有一个姿势假话 中方多意且敏锐 在他面前说谎 就算演得在逼真 都很容易被拆穿 所以乔碎碎只说真话 只不过是有选择地说出一部分 隐瞒另一部分 中方果然受用 他的态度开始转变 我不知道这些你该和我说的 对不起乔乔 是我不好 他轻垂中方的胸口 似恼怒又似称怪 我早就说过 这孩子是我一个人的孩子 和谁都没关系 中方心疼地搂住他哄着 乔碎碎把头埋进他的肩膀里 刚刚还哭红的眼一片冷静 被丢在地上的情节 还在播放着照片 乔碎碎看见其中一张 突然眸光一闪 仪式的场地一角 有个用花摆出的字样 GG 去皇家医院那天 莱伯利后来追问什么是血槽 他就简单讲了几个 打游戏时的流行用语 GG的原意是书的一方认输 后来被大家刷在宫廷上表示嘲讽 由于流行用语 并没有记录在古人类语系中 所以宗方才没有注意到 这是在这个世界 只有他和莱伯利才知道的暗号 乔碎碎立即明白 这是莱伯利在暗示他 脑子里有了一个主意 哭红着眼睛质问宗方 你是不是嫌弃我肚子里的宰宰 宗方罕见地沉默了 果然 那你干脆直接把我送回西科赛斯身边吧 你做梦 宗方紧紧圈住他 没有雄性会抚养其他雄性的孩子 狮子这种群居兽人更是如此 幼崽身上若是沾上其他种类的雄性气息 轻则会被放毒 重则会将它们直接咬死 乔碎碎有些差异 即便如今开生幼崽这么稀少珍贵 也会这样做吗 西科赛斯家族是继承制 他们绝不允许血缘有丝毫不确定性 或是蛇兽人喜好独来独往 没有那么多规矩 可以为了你抚养他的孩子 同时也意味着 他们会永远失去回到家族的机会 这对狮子来说是最残酷的事 乔碎碎有些惊讶 没想到一向凉薄又霸道的宗方 竟然会为幼崽们考虑得这么长远 瞧瞧 你不必为了这种事操心 只需要安心生产 我都会解决的 怎么解决 你想养咱们就养着 几个崽子我还能养不起 至于长大后 他们会不会回到族群 让他们自己看着办就是了 好吧有点父爱胆不多 那要是我不想把他们留在身边呢 听他有这个想法 宗方眼里生起细微的欢愉 那我就把他们打包扔回奥斯兰 等你怀上我的 我们在一起抚养他 两天后 乔碎碎终于想到了 能让宗方带他回奥斯兰的办法 他让系统模拟阵痛的效果 一张小脸疼的刷白 宗方急红了眼质问 雷诺尔唯唯诺诺地回答 宗方博士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本来碎碎小姐正好好吃着饭 突然就说肚子疼 我们检查了很多遍 都查不出原因 七八个医生紧紧围住碎碎 见他浑身都因疼痛被冷汗打死 宗方的心就像被捶了一样 瞧瞧乖 哪里疼告诉我 我肚子好疼 他们好像在里面打压 说完又疼得仰头毕业 附在肚子上的大手微微颤抖 他努力让自己冷静 然后亲自为他做了一系列检查 不应该 明明还没到生产的日子 雷诺尔看了一眼满头大汗的乔碎碎 鼓起勇气大胆子上前 会不会是胎内吞噬 胎内吞噬指的是一胎多个幼崽石 会出现互相抢夺母体养分的情况 通常会在雌性营养摄入不够的时候发生 助产医生不解 碎碎小姐每天摄入的营养完全达标 怎么会出现胎内吞噬 会不会是因为雄性气息摄入不足 一般雌性怀孕都是在被雄性标记来 但碎碎小姐是古人类无法被标记 加上从怀孕之初就离开了幼崽的生父 雄性气息摄入不足才导致了胎内吞噬 瞧碎碎事实又患了疼 听见他虚弱的声音 一直一言不发的宗方顿时下颗紧绷 内心挣扎 他紧紧握住他的手 眼里全是柔情 不停轻声哄着他 宗方宰宰会死吗 我害怕 其实宗方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让他不难受 而非幼崽会不会有事 却没想到乔碎碎会这样问 不会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宰宰也是 他俯上他的运动 吻了一下他的额脚 然后给乔碎碎打了睡眠剂 轻轻抱起他对一旁的雷诺尔吩咐 准备一下 我带他去亚特兰蒂斯 此时的皇庭 莱伯利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 俯视着花园里忙碌装扮会场的仆人 身后传来一阵脚步 都解决了吧 试得多亏了殿下 我已经和妹妹团聚了 莱伯利转身晃了晃手中的酒杯 那就好不忘我费了些功夫 是艾文 几天前碎碎被策划带走的事件 正是他替伊莎贝尔公主办的 他的妹妹是原造雌性 不过是基因孵化的残次品质力不足 在艾文的悉心养育下 才能勉强生活自理 半年前妹妹被拐走一直没有下落 最后一次踪迹是在地下组织的拍卖上 艾文文训感到时妹妹已经被买走了 对方是个贵族 尝试多次都没能把妹妹救出来 这才求到伊莎贝尔公主那里 希望可以借助他的权势搭救妹妹 哪知道他为公主安前马后 事情却被一拖再拖 是莱伯利顺着星云上散布言论的蛛丝满进 找到了幕后推手艾文 这才了解到整个始末 可他非但没有把艾文送进监狱 反而帮他救出了妹妹 艾文的脸上据事感激 莱伯利却散漫地笑笑 别着急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你跟在希克塞斯身边也十年了 为什么出事的时候不向他求助 反而要找伊莎贝尔呢 艾文却面露难色 主人的处境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样好 言下之意 是就算求他也没有用 自从双翼之战后 主人就得了性功能障碍 并与公主提出了解除婚约 希克塞斯公爵得之后勃然大怒 甚至当着我这种仆人的面训斥了主人 并放话要收回他的家族徽章 莱伯利诧异 原来卢卡早就想与公主解除关系了 家族徽章可以号令族群中所有雄狮兽人 以及对家族大事有表决权 是非常重要的象征物 如果真的被收回 就意味着被废除了继承人身份 卢卡在家族中将再也抬不起头来 前段时间开始主人的徽章就不见了 我私下旁敲侧击地询问 主人却没有答复 看他的反应也不像丢了 我想 主人应该是彻底失去了继承权 所以你才去求伊莎贝尔 还真是见风使多 那徽章长什么样子 金色星星镶嵌在五条横杆上 那是主人一向不离身的东西 莱伯利好像有些印象 埃文 你这次是聪明反备通名物了 你只看到西科赛斯失势 却忽略了他的实力 军部没有一个雄性是赤白犯的 全部自命不凡又好斗 可这班人只对西科赛斯恭恭敬敬敬 对他的命令从不止以 难道只是因为西科赛斯家族的员工吗 而你去找伊莎贝尔 才是真正的凑齐一招 他看似无上尊贵 实则不过是姑父拿来政治联姻的工具 他的十六个配偶领 八个来自其他联邦成员国 八个来自奥斯兰帝国的大家族 加上他从小嚣张跋户惯了 与这些配偶也没能经营出什么真情事感 不过是各取所需 你觉得他能有什么权势 埃文面如白指 我没有将碎碎小姐的真实身份告诉公主 或许 或许主人会看在这十多年的份上 对我网开一面 莱伯利像听见了什么笑话 你背叛了西科赛斯 又伤害了他捧在手心的人 你觉得自己还有回头路吗 他悉心爬到莱伯利脚边 抓着他的裤腿不停求饶 能跟这个人废话这么久 莱伯利自然有更大的打恨 好啊我给你机会 你可一定要把握住 于是在没有灯光的华丽请便 莱伯利身体前倾 附在埃文耳边说了什么 后者的眼睛里充斥着震惊挣扎 最终绝望而坚定 为了逃离变态蛇兽的掌控 他聊多了可爱的犬系兽人 只是柔弱的装个可怜 再顺势亲密贴贴 小熊性便烧到了800度 乔碎碎再次醒来 已经身处亚特兰蒂斯 青涩又结巴的声音传来 是雷诺尔跪在他的床边 正一脸紧张为他打以解惑 凭借联邦高级科研人员的身份 中方顺利地进入了奥斯兰帝国 并把他藏匿在隐蔽的安全屋 雷诺尔 他没有怀疑你吧 青年连忙摇头一脸憨厚 因是犬类受人的缘故 雷诺尔性情温和不爱说话 遇见雌性更是结结巴巴 光是替乔碎碎穿个鞋 小脸就能红得低血 雷诺尔 你会帮我保守秘密的对吗 乔碎碎温柔一笑 看见青年点头如捣算 这才满意地放过他 我要的东西你带来了吗 文言雷诺尔拿出一条珍珠手链 正是此前来伯利给他的光芒 他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 此时低头已经看不见脚尖 这样逃跑实在不太现实 乔碎碎在雷诺尔的搀扶下进了浴室 并反手将一脸担忧的小奶狗锁在门外 然后快速登入光芒 消息提示震动的不停 除了大量陌生人的私信 还有卢卡和莱伯利 给他的上百条未读消息和视讯 来不及细看 中方不知何时回来 他迅速编辑了一条消息发给莱伯利 两秒的时间 莱伯利直接弹了个视讯过来 乔碎碎吓了一条 赶紧打开水龙头掩盖说话声 莱伯利一脸紧张 看见他安然无事后才松了口气 没有时间寒暄 直接切入主题 我现在就在亚特兰蒂斯 具体位置不清 阿石 你是不是有帮我摆脱中方的计划 莱伯利反应很快 碎碎 你听完如果同意就敲一下光芒 中方此次入境带了大量精神力强大的凶行 如果硬听反而会打草惊蛇 所以你要想办法到黄庭来 明天就是希克赛斯的捷偶仪式 我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带你离开 到时候会有人拖住中方 届时你再找机会跑出来 记住只要进入黄庭 我就有办法找到你 他在脑中快速过了一遍这个计划 觉得是目前唯一的选择 于是敲了敲光脑表示没问题 正要挂断时 又传来莱伯利思念的话语 乔碎碎没有回应 直接结束了视讯 删掉记录并退出关机 然而狂跳的心脏才刚刚缓和 外面就传来了雷诺尔的声音 博士您回来了 哇 光脑还没来得及还给雷诺尔 周方舟没看见面前的精神 你为什么在这 大便开始四下寻找 圣人的目光仿佛要吞了雷诺尔 人到底在哪 冲水声事事响起 中方回头 乔碎碎正虚弱地从浴室走出来 他顾不上其他 立刻大步上前扶住 还是很难受吗 他点点头扶了扶肚子 大半身体靠在中方身上 你去哪了 我醒来没看见你又不知道这是哪 好害怕 闻言中方紧绷的神经这才松弛下来 充满力气的五官也不自觉柔和起来 他将人打横抱气走向床边 路过雷诺尔是狠狠警告了一眼 小狗立即低下头默默离开了 他的某种闪过一丝回忆 却立马被披住脸的小手打断 你在看什么 没什么 他笑笑开始给他按摩小腿 周方你去哪了 我们为什么来这里 去了一趟军部 他是去找卢卡的 虽然他并不觉得碎碎的情况是胎内吞噬 但看见他疼得煞白的脸 往日的严谨求证都不管了 只要能让他不难受 他什么都愿意尝试 于是压下心中的不快 想让卢卡跟他过来为碎碎治疗 却不料到门口就被拦下了 听闻碎碎心疼地抱住他 宗方我不疼了 你不用为了我这样低声下气 我们回去吧 男人眼里立马升起点点笑意 怀疑和他与雄性独处的心烦被一扫而空 瞧瞧你不用操心这些 不论是什么问题我都会解决 瞧碎碎抱住他的手臂 我也想和你一起面对 不如我们去出戏公主的捷偶仪式吧 闻言宗方神色淡了些 你想去 这样你就不用那么辛苦去军部受气了呀 可宗方并不想碎碎与卢卡有直接接触 所以也不接话 见这法子没用 瞧碎碎立马患上憧憬的表情 而且我还没见过捷偶仪式呢 听说很盛大 要是能去看看就好了 到时候也能学着布置我们的捷偶仪式 宗方立马愣住 你说什么 皇家的捷偶仪式很气派 不是下一句 要是能去看看就好了 也不是 直至看见他狡辖的笑容 还明白这小家伙在捉弄自己 我听见了 说我们的捷偶仪式 他拥着他看他把玩着自己的头发 前犬弄的一转 随即又想到他是个 战友欲和控制欲都极强的人 肯定不愿接受和别的雄性分享配偶 周方 我想让你做我唯一的配偶 他低头藏住微微泛红的眼 好 我绝不背叛你 窝在他怀里的碎碎脸上一片寂寒 随后用甜甜的声音回答 嗯 我也是 一日奥斯兰皇庭 穿戴好新郎礼服的卢卡站在窗前 昂斯近来时被震撼到了 没想到一向硬朗的上校 也能吼住这种华丽的风格 都安排好了 是 所有人已就位 只要宗方一出现就拿下他 记住 无论碎碎是否出现 仪式都不能举行下去 是上校 莱伯利殿下那边需要智慧一声吗 请求将仪式提前的那天 卢卡就让昂斯着手准备 一是为了找回碎碎 二是为了带人毁掉自己的结偶仪式 楼下花园里 莱伯正笑着举杯应酬 不必 他一定也有安排 但不会告诉我 卢卡很清楚莱伯利在利用他 为了碎碎他心甘情愿 但并不代表他就会乖乖和公主结为配偶 好让莱伯利有机会独占碎碎 乔碎碎并不知道这些安排 他甚至连自己是怎么来的都不知道 一睁眼就已经在宫殿里 直至看见胳膊上的睁眼后才了 虽然昨天已经连哄带片让宗方带自己来 但他的多疑是刻在骨子里的 想必是怕他记住来路逃跑 才给他打了睡眠剂 怎料乔碎碎压根就不打算逃 只要进了黄艇 他就可以利用莱伯利压制宗方 他再能打又怎么样 强蛇压不过地头路 莱伯利果然很快就来了 碎碎 阿什你怎么找到我的 艾文的兽型是蝙蝠 天赋是用回升定位 只是有距离限制 所以我才让你到黄庭来 我让艾文拖住了宗方 飞剑已经在外面等了 我们走 说罢莱伯利就要拉着他走 瞧碎碎却毫无反应 走 走去哪 莱伯利蹲到他身前眼含笑语 我打算放弃黄氏的一切 和你去一个没人找得到的地方 你放心 所有事情我都安排好了 等你把孩子生下来 我们就一起抚养他 看着莱伯利满是西纪的双眸 乔碎碎不禁微微皱眉 宗方不会放过我的 而且以为逃跑不是办法 既然这里是黄庭 你可以直接抓住他呀 莱伯利的笑容却立马僵住 虽然我是黄师成员 但没有什么视觉 所以无法随意调动人手 碎碎 你不想跟我走吗 他点头毫不掩饰眼中的失望 看见他的反应 莱伯利只觉无法呼吸 是因为西科赛斯的缘故吗 乔碎碎否定的快而坚定 那是为什么 我想要的是稳定安全的生活 阿石真的很谢谢 但我不想做东北西藏的日子 我也不应该过那样的日子 他的语气平静声音也轻轻的 但莱伯利却感觉这话仿佛有千金力 重重地将他俯开 言下之意 就是在说他不够强大保护不了他 被宗方软禁的日子里 乔碎碎的内心发生了很大变化 每天过着养人鼻息的日子 他觉得自己又回到那个令人窒息的家庭里 小心翼翼地讨好家人 寄人离下 他受够了这种生活 不想再做总是需要被拯救的弱者 既然都在游戏里了 那为什么不能主导自己的人生 乔碎碎说完便起身离开 留下一脸不甘地莱伯利 他拖着肚子来到花园 前方不远处传来掌声和贺彩 应该正在举行仪式 他叹了口气做了决定 本不想破坏卢卡的幸福 但眼下莱伯利这条路走不通 卢卡是谨慎的选择了 希望他能看在幼崽的份上 众众摔在了地上 突然他赶到花一下 糟糕 羊水破了 男人单身80年 第一次对女孩动了情 偏执理工男暴改深情小狼蛇 却不料女孩全是假意银河 将其骗到奥斯兰帝国后 艾文就找了过来 我是希克赛斯上校的管家 您真的不想知道 碎碎小姐为什么对主人念念不忘忘 宗方很警惕 她本不想留下乔碎碎一个人 但艾文的话无法让她不在意 所以这才重击 很快她便发现艾文的故弄玄虚 一把拧断了她的脖子 尽管如此也被拖延了十多分钟 一群雄性突然围攻上来 虽训练有素配合默契 但在精神力SSS级别的宗方面前 还是渣渣 你们是谁的人 她掐住一个雄性的脖子 试图得到幕后人的身份 却不料对方猛地拉开信号弹 浓烟瞬间包围了宗方 是臭幼兽人的陷体分泌物 用来麻痹敌人和防卫 而与此同时的会场 卢卡面无表情听着众人的喝词 依莎贝尔还着她的胳膊满脸笑容 忽然她感觉到一丝一动 留下失陪便大步离开 当宗方赶回休息室时 乔碎碎已经消失了 她顿时脸色阴沉扭头就出去找 就被引脸而来的东西哄到 整座宫殿都开始晃动 只见一个体型庞大的雄尸走了出来 她的头低伏着 目光紧紧锁定对方 喉咙里不断发出威胁的低吼 已经进入攻击状态 低沉的嗜吼声响彻整个黄体 几个金发青年面色一遍 纷纷看向声音的来源 父亲 那是哥哥的警告声 希克赛斯公爵也听到 宝金风霜的眼微微眯起 等众人赶过来时 宗方和卢卡已经大了人身份 两个同用精神力SSS级别的人 真够差势强大无量 低等雄性根本无法靠近 人群开始骚动起来 不知是谁高喊了一声 不好了 这里有个雌性要生了 人群被吸引过去 只见一个柔弱的少女满头是汗 扶着肚子伴坐在地上 神情痛苦 有雄性上前嘘寒问满 却被赶来的莱伯利吼了回去 莱伯利抱起乔碎碎 看见他疼得小脸煞白 顿时大脑一片空白 来人来人 有没有助产医生 很快有人叫来了专业医生 医生简单检查后便一脸严肃 是早产 但他现在的情况不易挪动 现在就要准备接生 乔碎碎听完眼前一黑 在这么多人面前生孩子 不行我不要在这里生 莱伯利急红了眼 他知道黄亭很大 从这里再抱他去宫殿 再加上准备和布置时间 根本来不及 于是轻声哄着他 并吩咐把这片区域围起来 很快仆人们用桌布当作屏风 围出了一片待产区域 医生和驻厂护士也准备就绪 围观的人都被隔开 瞧碎碎的头靠在莱伯利身上 拖着下坠的运毒 公缩一阵一阵来袭 但很快痛感就消失了 他知道这是系统的作用 捷偶仪式的关注度很快被准备 哎那边有雌性在生产 什么 胎生雌性 天啊 我还从来没见过胎生雌性 赶紧去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依莎贝尔听着纷乱的讨论面色不善 他才应该是今天的主角 到底是哪来的雌性 但当听到乔碎碎的名字时 他差点没站稳 来不及细究他为啥出现在这里 想到卢卡刚刚丢下自己离开 可能就是因为乔碎碎 他提着裙摆就跑过去 吓好一个医护人员掀开遮挡从中出来 透过缝隙他看见了里面的莱伯利 顿时大喊 表哥这个孩子是不是你的 他急于求证丝毫不顾场合 也不管情况多么紧迫 非要闯进去问个明白 专心待产的乔碎碎听到尖锐的女声 不由皱眉 莱伯利一直观察着他的状态 本来他就因为早产而非常紧张 生怕碎碎生产时有个意外 直至听到伊莎贝尔的声音后 心底顿生杀意 碎碎别怕 我出去一下 伊莎贝尔的其他配偶也看不过去 劝他先别吵 却都被他对了回去 你们也配管我 我今天一定要问个清楚 说罢就见莱伯利走得出来 他立刻冲上去质问 你说话呀 孩子到底是谁的 莱伯利神情因一眼里充满厌恶 是卢卡 希克塞斯的 你不是也猜到了吗 所以在这里大呼小叫着急求证 顿时全场炸开 伊莎贝尔将在原地 感受到众人的视线后 脸色难堪到了极点 希克塞斯公爵也听到 他正抓着莱伯利的胳膊激动求证 你说真的 是卢卡的后代 莱伯利点点头 老公爵顿时喜极而泣 好好好 受神保佑我们希克塞斯家族 太好了 老爷子自从知道他得了那种病 表面严厉实则内心担心的不行 平时也不许别人提 毕竟是观一个雄性的尊严 私下里也为卢卡 扛了很多废除他继承人的意义 原本他的愿望很简单 等卢卡和公主结偶后 就找最好的基因孵化公司 来孵化一个后代 不管失败多少次他都不会放弃 可眼下竟喜从天降 代产区传来医生的惊呼 生了生了 是只慈性 乔碎碎努力保持镇定 这次早产却有难产迹象 好在系统加持才能安然无恙 耳畔突然响起系统的提示音 恭喜宿主诞下第一位子嗣 兽形 狮子 性别 词 基因 优 精神力 S级天赋 暂未获得 获得积分100 因精神力为S额外奖励100 道具 基础医疗箱 恭喜宿主诞下第二位子嗣 兽形 狮子 性别 熊 基因 优 精神力 以及天赋 暂未获得 获得积分100 道具 水形匕首 接下来的两只也都是雄性幼崽 又分别获取了防护符和移动水源道具 检测到宿主是初次生子 额外奖励储物空间300个 后续可使用积分兑换扩容 一共生了4只狮子幼崽 三雄一词基因全是幼等 除了雌性的精神力是S级 其他的全是一级 乔碎碎有些摸不着头脑 卢卡的精神力是SSS 怎么又再没有一个继承吧 宿主没有精神力 能生出3一词已经不可思议了 合着是他自己拖了后腿 宿主如果想提升子4精神力 需要先提高自身精神力 精神力和天赋都可以用积分兑换点亮 天赋兰200 精神力兰600 乔碎碎这次生子获得500分 只能选择点亮天赋兰 选择兑换后却看见天赋兰人空空如也 怎么回事 点亮了也没有天赋 200积分只用于点亮 具体天赋需要宿主自行获取 怎么做 用200积分兑换天赋剥夺技能 通过和雄性发生关系 剥夺对方的天赋 闻言他的眼睛一亮 心中已经有了人血 兑换这项技能后 又用剩下的100积分 兑换了多胎单和避孕单 多胎单可以百分百保证宰宰数量翻倍 而避孕单则用于紧急情况 一副一碰就怀孕的身体 对乔碎碎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 产后一键恢复后 他顿绝身体轻盈不少 兑换了四胎后所有人都傻了 并且幼崽当中还有一个瓷型 不是说西科赛斯上校那方面不行吗 这不挺行的 不生不想连孩子都生了四个 应该说是乔碎碎厉害 要是跟那位 恐怕什么动静都没有 被寒沙摄影的伊丽莎白顿时气急败坏 嚷嚷着就要跟人干一家 老公爵擦着激动的眼泪 默默站到了生产区前 保护的姿态不言而喻 这是我西科赛斯家族的后代 我看谁敢冒犯 卢卡的兄弟们顿时秒懂 一个个挡在伊莎贝尔面前 面色不善 而当时爸也终于打了过来 他遍体鳞伤红着双眼 不管不顾冲进了生产区 皇帝也闻讯而来 原来卢卡和宗方缠斗片刻后 皇室的人就赶来了 由于两人都是下了死手 皇家护卫队根本插不上手 最后给皇帝传了消息 将乔碎碎早产的事说了出来 这才制止了这场你死我活的厮杀 宗方虽表面是联邦高级科研员 但同时也是索特兰党药员的儿子 这两个雄性不论谁出事 皇帝都担不起其背后家族的怒火 生产区内 四只幼崽由于早产的缘故 现在必须住在医疗箱里 乔碎碎刚生产完状态比孕期还要好 此时正被对着门口观察着幼崽 卢卡进来后就看见这一幕 情绪再也绷不住了 无声掩面痛哭 他缓缓走到他身边 从背后紧紧拥抱住他 所有积压的担心和思念在这一刻爆发 卢卡再也忍不住汹涌的爱意 乌咽着吻上他的发柄 对不起 对不起碎碎 对不起 卢卡 乔碎碎有些惊讶 想回身看他 却被紧紧抱住动弹不得 他后悔自己的瞻前顾后 痛恨那时的刻意冷淡 他以为自己是在保护他 却错过了最重要的事 他竟然让他一个人生孩子 整个孕期也没能陪在他身边 卢卡恨透了自己 对乔碎碎的愧疚也越发难以控制 碎碎 我爱你 中方看着眼前的一幕 一口血喷了出来 他捂着胸腔死死盯着乔碎碎 终于明白自己被骗得多于彻底 他怎么也不敢相信 一心守护的女孩竟然一直在骗他 直到看见他躺在别人怀里 才彻底醒悟 中方仍抱有一丝幻想 他用联邦指定的名义试图带走碎碎 卢卡自然不会放手 文言来伯利也走上前 中方博士 你是不是太拿自己当回事了 联邦是暂时让研究中心照顾碎碎 不是把他给你做你的私有化物品 中方无视这些话 目光紧兵乔碎碎 过来 只要你跟我回去 一切都可以不追究 乔碎碎缩着身体躲在卢卡背后 看似害怕的模样 实则心里没别好皮 他想剥夺掉中方的天赋 但又不想跟他回去 听见中方明显克制着怒意的声音 乔碎碎选择对卢卡撒娇 卢卡 我不想回去 卢卡自然受用 受人的无感何等敏锐 中方也拼见了 额头青睛凸显眼中全是恨意 这鸣方一声 中方的精神力在空中迅速炸开 他的银发在屏中飞舞 脸颊的银色灵片若影若现 已经进入狂暴状态 由于生产区的遮挡也被震倒 瞧碎碎的情况也暴露无遗 依莎贝尔被他的配偶们保护起来 在看清卢卡身后娇小的人影后 才明白自己输得多么彻底 卢卡和莱伯利也释放了精神力 三个强大的 在场的雄性根本无法承受 有个巅工不怕死的 举起光脑点了直播 卢卡的弟弟麦阿奈见状要冲进去帮忙 却被老公爵一把提溜住 父亲 哥哥刚刚战斗完身上还有伤 怎么打得过宗方呢 我们不能插手 为什么 老公爵却转身跪在皇帝面前 太阳 卢卡是为了自己的雌性而战 无论生死西科塞斯家族都认 意思就是这件事不上升到军部甚至帝国 不论出什么事他们都不会追究 有了老西科塞斯的保证 皇帝这才没心烧松 但看见与宗方谈斗的来活力 二打一赢了也没什么好炫耀的 还会输入皇室的脸面 况且这是在他的地盘 宗方若真有个好歹 索特的人借题发挥把两国关系倒得更僵 事情就更棘手了 阿识 不要因为想帮朋友就一起用事 快收手 西科塞斯宗方 你们两位也有去 这里不是你们决斗的地方 皇帝发话不怒自威 众人以为这架打不起来了 本来都有些扫兴 谁知来伯利边打边投也不会解释 我可不是来帮他的 他的能量投一跟人 无差别攻向卢卡和宗方 我要带碎碎走 全场震惊 什么 原来不是二打一 是一打二啊 皇帝瞪眼 这才明白莱伯利也是要那只小瓷心 与此同时 躺在地上的雄心正对着光芒眉飞搜 实时解说现场情况 各位现在看到的 是本星元史无前例的一场大型争夺战 三个精神力S级的雄心争夺一个瓷心 以帝国之鉴著称的西科塞斯上校正在防守 皇室成员莱伯利殿下攻向二人 来自索特国的宗方博士原来不只会搞科研 还这么能打 看着密密麻麻的弹幕 他越输越来劲 连压迫他的精神力威压都忘了 有人通过镜头看见了乔碎碎 立马认出是前段时间走红的胎生雌性 并且没有配偶和监护人 有人开始实时征婚 还有眼尖的人瞧见了保温箱的幼崽 这才得知是这雌性刚刚生的 一胎四只狮子幼崽 全网顿时炸开了锅 坐在这时两股精神力容量波相撞 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撞击力 所有人都被震翻在地 精神力差的雄性直接吐血 宴会上为数不多的雌性 已经被疏散到百米外 乔碎碎从一片飞沙走势中抬眼 宗芳和卢卡两人都亮枪着个退了好几步 莱伯利半跪在一边 头上出现了一对鹿角 嘴角易血 尽管他是S级 但在两个SSS面前还是败下阵埃 逼得他露出了兽性 卢卡的伤口已经是衣服 宗芳虽也好不到哪去 但他的伤口正在肉眼可见的愈合 这样不行 卢卡已经快坚持不住了 突然 宗芳的双眼变成树童 他张开嘴露出毒牙 身形如闪电突袭向卢卡 乔碎碎立即冲上去抱住卢卡的脖子 眼见他挡在自己面前 卢卡迅速拥住他向后倒去 看见他扑过来 宗芳立即收回毒牙 身体的惯性却杀不住车 好在卢卡抱着他倒向一边 不然此刻就一命呜呼了 眼镜王蛇的毒液 数秒之间就可以毒杀一头猛马像 乔碎碎听见卢卡的一声闷哼 接着就被他紧张地上下检查 确认他没摔倒后才稍稍松口气 摸着他的脑袋后趴倒 不要再这样做了碎碎 我承受不了你受伤的后果 他轻轻还住卢卡的腰身 算是一种无声安慰 默默注视二人的宗芳 眼底的势在必得开始支离破碎 他有自信西科赛斯打不过他 本以为杀掉他 他就会不那么喜欢这个战败的雄心 可他竟然不顾自身安慰扑过来救他 宗芳笑了 一滴泪从眼角滑落 他仰岛在地上笑成了一个风呢 乔碎碎听见那凄凉的笑声叹了口气 宗芳我不想跟你回去 联邦那里我会去说明他 宗芳苦笑 随你 看着他面无表情地站起来 狂暴的表征也在逐渐消退 乔碎碎本以为他放弃了 我在你的身体里植入了晶片 你过来 我帮你取出来 文言莱伯利和卢卡又进入战斗状态 见乔碎碎不信 宗芳歪头省笑 那就留在你身体里吧 当做我给你的礼物 这个晶片是什么作用 监控 你的一举一动 身体状态和所在的位置 我都一清二楚 乔碎碎摇摇唇无所谓地笑了 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宗芳太了解乔碎碎喜欢什么讨厌什么 所以笃定他不会给自己监视他的机会 果然碎碎慢慢挪动脚步 怎么取 怕什么 你过来把手腕给我 我用精神力把晶片吸出来 卢卡拉住他的手一起走过去 他定定看着宗芳 身后的另一只手已经凝结出能量锥 打算稍有一动就杀了他 宗芳没看卢卡 眼睛一直盯着乔碎碎 眸子里的恨语愿 痛与爱都那么压抑 乔碎碎伸出两只手腕 在距离他三步远的地方停下 可以了吗 莱伯利此时也来到碎碎身边 阻隔在宗芳和他之间 宗芳没再提让他靠得更近的要求 他身长手臂五指张开 能量似在手掌中间如闪电般若隐若现 乔碎碎 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你 一道荧光扩大 刺目的光让众人都睁不开眼 可预料的攻击没有 而在睁眼时宗芳已经消失 他带走了幼崽 直播的雄性指着一个方向大喊 他刚刚一直盯着自己的光脑看场中情况 因此没有直视现场 所以看见了全过程 他看见宗芳用精神力化成闪光弹 然后化为蛇形叼住一只幼崽游走了 文言卢卡立刻去追 碎碎急忙跑到保温箱 看见四个幼崽果然少了一个 是小白 宗芳竟然偷走了 他精神力最高的一只雌性幼崽 那是一只通体雪白的小狮子 眼睛都还没睁开 莱伯利连忙轻声安慰 别怕别怕 我一定会把宅宅找回来 喬碎碎气的双手握拳眼角飞红 老公爵也带人第一时间追了过去 但宗芳像幽灵一样消失在了皇帝 卢卡吐出一口血 捂着胸腔跪倒地 卖阿卖下的赶忙扶住他 哥你快回去治疗 不行宅宅丢了 他会伤心 卢卡咬牙还要站起来 但因连续战斗了两次 精神力实在消耗太多 最终困不住沉重地倒下了 这场闹剧随着宗芳的消失落下帷幕 皇帝派人四处寻找幼崽下落 希克赛斯家族也几乎全员出动 甚至发了悬赏令 原本来参加捷偶仪式的众人纷纷散去 这一场大瓜接二连三够吃好几天了 乔碎碎意太成名 贵族圈里有头有脸的雄性已经盯上他 这些家族想得很简单 如此宝贝的胎生慈性 放眼整个星际也就只此一个 必然不可能只有希克赛斯一个配偶 接下来的两三天 奥斯兰皇帝不断收到请求觐见的帖子 而这些人来都只有一个目的 为自家成年雄性申请成为乔碎碎的配偶 更有许多大家族要求成为乔碎碎的监护人 乔碎碎受到皇帝安排 和宰宰们暂时住在皇庭 希克赛斯家族派人守在门外 怕宗方去而复返 莱伯利几乎24小时都待在他套间的外殿 一是怕他难过不适应 二是想趁着卢卡受伤的时候多与他独处 傍晚 莱伯利轻柔地给碎碎擦着头发 这几天他的衣食起居都由莱伯利照顾 状态比在研究中心的时候好了不少 最重要的是这里没人限制他的自由 卢卡派来的人也只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 平时在他周围的存在感很低 莱伯利更是不用说 稍微皱个眉头他就会立刻无条件妥协 阿石 卢卡什么时候能出医疗舱 快了 麦阿曼说他上次伤就没好权 他又觉得不见面也好 不然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和卢卡相处 一个原本冷淡的人突然无比紧张自己 他还有些不太适应 正胡乱想着 他突然感觉胸前一失 低头一看 发现自己又长奶了 只因穿成了寿式星际唯一此性 女孩就成了所有雄性争抢的对象 然而刚替狮子生下幼崽 被开露露就要申请转正 碎碎洗衣服时正好被莱伯利撞减 被吓了一跳的他直接摔了一跤 趁着治疗的功夫又动起了脑瓜 莱伯利的基因也是优 并且在多胎单的作用下 幼崽更是能翻上几倍 阿石 能给我看看你的鹿角吗 莱伯利自然不会拒绝 觉得可爱的同时还不忘上手摸摸 莱伯利明明眼通红 最终吃了顿饱的 因为多胎单的效果 系统已确认碎碎一共怀了六只 三个月就能生产 要知道正常路受人一胎一个 且需要七个月才能生产 皇帝知道都得从椅子上掉下来 在他还在纠结要不要告诉莱伯利时 皇帝却突然召见了他 戈尔巴三是亲切地为乔碎碎赐佐 嘘寒温暖了一番后 便开始试探他和卢卡是怎么认识的 我被地下组织拍卖时 是卢卡救了我 皇帝点点头 他早已把乔碎碎的一切都调查清楚 现在不过是为了挑开话题 他是个好孩子 你说他做配偶也算配得上 并且他已向我说明不会与公主介绕 踪方拐走仔仔的当天 卢卡拖着重伤的身体不肯离开治疗 先安排了家族的人和莱伯利照看碎鞋 又去见了皇帝请求废除他和公主的解枉 他知道自己这一进医疗舱就数十日 但许多棘手的事都没解决 宗方的去向 仔仔的下落了 他心疼他 所以自己解决了这些烂摊子 又怕他在皇庭不适应 所以即便知道莱伯利对他的心思 也还是交代他好好照顾 皇帝意味深长地笑了 不过这可不是那么容易允许的事 依莎贝尔虽然不比你珍贵 但也是失败了几百次才出的高等人造词习 解枉约定怎么可以说推翻就推翻呢 如果卢卡坚持不和公主解枉 他会怎么样 那他依然还是希克塞斯家族的一员 只是不再会是帝国军部的上校 毕竟当初我答应让他进入军部 也是为了给他机会 让他可以配得上帝国的公主 如今他出而反而 那属于他的荣耀从此将会成为污点 当然 希克塞斯家族也会因此抬不起后 乔碎碎听出了话里的隐形威胁 你不必为此感到抱歉 毕竟卢卡是为了心爱的慈性 才放弃自己的大好前朝 无论我怎样处置他 他都不会有怨言的 倒是你究竟是如何打算的 要和卢卡接吼吗 乔碎碎不喜欢这种赶鸭子上架的胁迫 说到配偶这件事 对他来说无论是卢卡还是阿什 都不是他心中的人选 虽然他无法左右卢卡自己怎么选 但有一点他很确认 就是不想眼睁睁看着他失去骄傲的荣誉 那没他随手给自己的徽章 一直被碎碎妥善保存着 为了他而断送卢卡的前程 这压力压得他喘得过气 所以就算明知道 皇帝故意用卢卡掉他实则另有目的 也不得不顺着他的引导走下去 我希望卢卡和公主解除关系 且他不会受到任何处置 您就直接说条件吧 你很公平 皇帝大笑 你和我的儿子结我吧 为他生下后代 我保证 会让你们的孩子成为太阳的继承者 皇帝的孩子全是基因孵化 基因孵化不仅昂贵且成功率一般 一般来说雄性比较容易孵化 且只要父系基因占比多就容易出优的 但雌性十个里面都可能孵不出一笔 母系基因本身就是人造雌性身上的 而人造雌性的基因却并不完整 所以失败率极高 三子一女这样配置的后代 也只有皇室才能付出这样庞大的成本 乔碎碎没想到他打的是这个主意 我的小儿子兰泽 莱伯利 他是我最主意的接班人 虽然精神力只是一级 但天赋是家族中史无前例的 如果你和他结偶 就不用再害怕东方或联邦把你送回索特 你可以名正言顺地留下来 成为奥斯兰皇室的一员 至于小希克塞斯 你也可以和他结偶 不过第一配偶必须属于莱伯利家族 乔碎碎低头思考着 没有注意到殿外一花而过的衣角 是莱伯利 得知碎碎被太阳召见后 就急急赶来怕他被为难 没想到意外听到姑父要为他结偶的话 他目光严峻 心里已经有了打算 主殿内 乔碎碎没有明确表态 皇帝也明白这不是一锤银银的事 交代了两句客套话 便让人带他回去了 怎料刚走回自己寝殿 就被拉进了一个熟悉的怀抱 卢卡 你怎么出来了 卢卡紧紧抱着他不松手 他们说你出去了 我只好进来等 你去了好久 看他身上还穿着病号服 乔碎碎就知道他是擅自跑来的 我去见皇帝了 你这样真的没问题吗 伤吗 见到你我就多好了 卢卡温柔整理着他的岁法 对不起 我没有照顾好我们的孩子 见他连连摇头 一双眼睛无比信赖地看向自己 卢卡的心更是化成一滩水 原来爱意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 我会继续搜查宗方的下落 你如果担心 我就直接去索特一趟 乔碎碎虽然也担心宰宰 但他知道这是宗方要挟他的筹码 所以他一定会想尽办法喂养 眼下这并非最紧急的情况 反而是皇帝的止婚 如果我和别人结偶 你会怪我吗 文言卢卡微微正主 是莱伯利吗 是莱伯利 但不是阿什 是兰泽 乔碎碎以为他十分介意 于是心虚低头 对我来说配偶是谁并不重要 宰宰的父亲才更重要 这话是大实话 只有幼宰的基因是优 他才能获得最高级分 所以幼宰的父亲自然很重要 但卢卡不知道这些 他听完这句话 既心疼又憋闷 兰泽配不上你 乔碎碎却以为他还在不满 虽然卢卡这段时间在医疗舱里 但外界消息昂斯也在一直汇报给他 在得知太阳召见他 始变不顾反对跑来 就是因为他猜到太阳会利用他 来要挟碎碎成为莱伯利家族的慈性 以此繁衍后代 毕竟节偶仪式上 全联邦都知道了 他是唯一一个胎生慈性 皇帝怎么会不心动 我说他配不上你不是气话 兰泽是孵化中的残刺的 他虽然继承了熊鹿兽人的优等基因 但双目失明没有武感 可皇帝说兰泽是他最主义的继承员 这是怎么回事 太阳没有片子 兰泽的天赋是预知 他先后两次预测到了奥斯兰的命运 一次是受人集体狂暴化带来的灾难 一次是双翼之战的结果 乔碎碎的眸光闪了闪 正是因为有了他的预测 奥斯兰在这两次巨大的灾难里 成为了星际中唯一损失最小的国家 太阳器重他 坚信把奥斯兰交到他手中一定没问题 但是我不管兰泽将来能如何 让这样一个无法照顾你 护住你的雄性成为你的配偶 我做不到 接下来的日子 卢卡几乎每天都来乔碎碎的请殿 反倒是莱伯利来得少了 每次过来看他一眼 见他一切都好就匆匆走了 似乎很忙 两个男人商案好似的 谁也没和谁打过照面 皇帝倒是三番五次来送温暖 侧面提醒乔碎碎要给答复了 当他让人转达希望见一见兰泽时 皇帝很快就安排了 两人的见面定在皇庭图书馆 说是图书馆 其实更像一座博物馆 里面按照纪元从恐龙时代 人类时代到星际崛起 按照时间线进行了一比一还原 特别是古兰星时代 和乔碎碎穿越前的生活八九步离时 他站在巨大的玻璃前 不自觉被里面的布置吸引倍感亲切 这是你所在的世界吗 一个好听的声音在背后响起 乔碎碎转身 只见一个轻瘦的青年正徐徐走下来 他的身姿非常挺拔 但和其他雄性相比又显得十分瘦弱 皮肤是常年不见日光的白 一头墨蓝色短发十分利落 乔碎碎看见他的脸不禁感叹 这张脸实在是太伟大了 可惜的是 他的眼睛如同一滩死水毫无焦距 蓝泽在离乔碎碎几步远的地方停下 如果你喜欢可以常来 这里平时没什么人 乔碎碎来之前就听说蓝泽不喜欢应酬 也不常与人来往 平时要么在自己的请殿 要么就在图书馆 所以他才从未见过他 他开门见山问蓝泽解恶的看法 蓝泽先是一正 随后摇头轻笑 让我做你的第一配偶 实在有些亏待你 知道他看不见 乔碎碎便肆无忌惮打量他的神色 见他说这话时没有违心自嘲 反而清爽坦诚 不禁对他多了几层好感 但我想让你做我的第一配偶 蓝泽没料到他会这么说 他以为乔碎碎是来拒绝的 因为父亲是长辈又是皇帝 他不好推剧 所以才专门来找他 他知道父亲的意思 也明白后代对于家族的重要性 可他不喜欢强求 以他的情况去占据珍贵的胎生雌性 第一配偶的位置实在浪费 毕竟他从小就没有感官 尝不到酸甜苦辣 闻不到任何气味 然而这些都是小事 父亲让人给他植入了人工耳道后 他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是有声音的 长大后可以渐渐用精神力触及到周边 虽然能替代一部分视觉功能 但他从没看见过颜色 只能根据精神力触角描绘出人事物的形状 这些还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他没有痛觉 这让他几乎每一次碰到危险 都无法及时躲避和自保 甚至在受伤后也没有察觉导致差点死亡 或许是因祸得福 他在十岁的时候觉醒了预知天赋 一开始他只能预知一些小事 比如明天可能会划伤 因为没有及时处理导致病发者 预知后他开始尝试避开 果然那枚生锈的铁钉没有把它划伤 在他意识到自己可以改变未来时 无疑是兴奋的 但他很快就开心不前了 他开始不断能预知他人的命运 哪怕是擦肩而过 哪怕只是站在一起呼吸 他都会不受控制地快速看完这个人的一生 第一次看见奶爸仆丛的命运时 他就崩溃了 尽管想尽一切办法挽留他的生命 最终也无济于事 他只能通过预知改变自己的未来 而他人的命运根本无法撼动 即便他告知提醒 也会成为弄巧成拙的一环 他痛恨自己的天赋 开始不与人接触 因为知道每个人的终点是什么 他不敢对任何人产生感情 他害怕那种什么都做不了的无力感 所以我想问问你的想法 你愿意吗 诧异的表情还停留在兰泽脸上 虽然真真切切听到了他的话 大脑却一片空白 他从小到大接触过的雌性只有一杀被 次数一个手就能数过来 面对自己这个小雌性的求我话语 兰泽一瞬间耳间红到低血 你你是说 让我让我做你的配偶 嗯 第一配偶 为什么 我需要一个家 一个由自己建立制定规则 拥有绝对掌控权的家 或许称之为根据地更合适 来到异世界这些日子 乔碎碎已经想得很透彻 依靠谁都有靠不住的那天 住在卢卡的别宫 宗方和联邦的人可以肆意把他带走 住在宗方打造的鸟笼里 没有一点自由 住在皇庭 就算莱伯利能暂时护住他 但还会有皇帝 以卢卡的前途为条件拿捏他 只有拥有一方自己的天地 才能获得相对的自由 兰泽不知道乔碎碎真实的想法 只难瞒着家这个字眼 脸肉眼可见得越来越红 乔碎碎主动走上前靠近他 悄然进入了他的精神力范围 兰泽猛的一对 眼前突不及防闪过许多画面 他大口喘息着 紧紧攥住胸前的衣扇 内心已掀起巨浪 乔碎碎以为他不舒服 却见兰泽久久不说话 我会做你的配偶 但不是第一配偶 乔碎碎不懂他为什么突然这么说 你父亲的意思是第一配偶只能是你 而且说老实话我也有私心 你不仅想离开奥斯兰 还想摆脱联邦队你的掌控队吗 你怎么知道 问完他就想到兰泽的天赋 你看见了什么 兰泽没有正面回答他 我会去和父亲说的 结果之后我们搬出去 莱伯利家族的产业有很多 你可以选一套你喜欢的 你放心 我知道你对我没有想法 我会另外找地方住的 真是肚子里的蛔虫啊 乔碎碎盯着他默默说了声好 在这个星球房子并不稀罕 每个兽人都有充分的生活保障 但问题就在于每套房子都有天眼 原本是为了监控并防止兽人狂暴化 但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隐形的手铐 而兽人们也习惯了 毕竟雄性自己狂暴起来是会失去知识的 不得不接受这种隐形监督 而整个星际 只有奥斯兰皇室的房产没有这种天眼 随随就是知道这一点后 才决定与兰泽结偶 一来可以不影响卢卡的钳子 二来可以利用雌性结偶后 可自行选择住所的条例钻空 来获得一套没有天眼的房子 可他都还没把准备好的谈判说辞讲完 兰泽就先太一步替他解决了 是因为预知吗 他再次对这个天赋动心 但在他抬眼看过去后 就默默放弃了自己的小心思 因为兰泽此刻脸和脖子红成一片 如果那双眼睛有焦距 想必会慌张的不知该看向哪里 见状他笑了笑 可是这样你就住不了黄婷了 没关系吗 我喜欢人少一点 黄婷住不住都可以 兰泽 你为什么不肯做我的第一配偶 兰泽把脸侧向一边嘴唇吞吞吐吐 你的第一配偶是别人 是谁 他不肯答乔碎碎就不断凑上去问 他的脸扭向左边 他就跑到左边去 他的脸扭向右边 他就跑到右边去 一来二去 兰泽的脸因他的痘弄更红了 乔碎碎偷笑 这个雄性更贴近他原本世界里的男生 对他反而多了几分亲切 于是好心收手不再惹他 一边笑着一边背着手走了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他的周围出现了无数看不见的精神丝 如有知觉般缠绕着他的脚踝 细腰 再轻轻触碰到他的脸颊后微微颤抖 又不舍事地再次触碰了一下 如恋人的手指轻抚着他的脸颊 兰泽看见了 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看见他与另一个人的未来 如果那些都会一一实现的话 想到这里他苍白的皮肤附上了一层粉色 乔碎碎走出图书馆不久后 就被伊莎贝尔截住了 你既然要和我小哥截我 就别再缠着卢卡了 他灯灯走来如同一团小旋风冲向乔碎碎 乔碎碎看着他笑了 我没缠着他呀 你明明也清楚到底是谁不想放手不是吗 伊莎贝尔拿出很有威慑力的样子 你别以为卢卡喜欢你我就会放弃 我告诉你 我我有的是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 文言他的气势一下子落下来了 突然 挖的一声哭了 你你为什么长得这么漂亮 你好烦乌乌 乔碎碎忍笑温柔地拍了拍他的眉 伊莎贝尔捂着脸哭得抽抽搭搭 吸了吸鼻子看向乔碎碎 你好香 可恶不仅漂亮还这么香 想到如果自己是雄性也会板持不住啊 我告诉你 就算卢卡喜欢你喜欢的不得了 我也不会放弃的 乔碎碎迷眼笑 好呀 你当然可以喜欢他了 没有人能阻止你的感情 伊莎贝尔一论 难道你不会嫉妒吗 看着自己喜欢的雄性身边有其他雌性 他轻轻摇头眼中全是坦诚 我没权利干涉你的感情 同样我也不应该打着喜欢的名 控制卢卡他的感情 所以你和他之间 是我介入不了的 就像我和他之间 也是你介入不了的一样 我相信卢卡也相信你 你们最终一定会找到一个 双方不满意的相处方式 伊莎贝尔的心跳微微加快 他呆呆看着乔碎碎 明明那么柔弱和纤细的一个雌性 却给他的感觉特别烈 这种定他只从父亲身上见过 但又有很大的不同 乔碎碎的定是温柔而坚定 父亲是掌权者的从容阵地 他一下子忘了哭正想说什么 两道熟悉的声音从身后同事传来 碎碎 仅见过一面的雌性 男人就追到了人家家里 美名其约来住旅馆 实则夜夜听人抢脚 原来就在刚刚 碎碎通过卢卡的星云发布了租房信息 可一连过去几天 一个人影都没有 就在他怀疑人生时 一个男人敲散了他的房门 是你 卡尔嚼着口香糖 脸上有些不耐烦 这就是你对救命恩人的态度 乔碎碎抿鸣嘴请他进来 可以啊 和上次来简直是天壤之别 你来找卢卡吗 他晚点才会回来 卡尔撑着沙发被一跃坐下 散漫又无赖地翘起腿 我找他干嘛 你这是不是出租 乔碎碎一正 目前只是市营业 所以只短租 他仰起下巴冲一号房弩弩嘴 那件我要了 然后用光脑迅速给乔碎碎转去1500新币 我止住三天 乔碎碎没料到 第一个客人如此顺利 甚至都不用他怎么介绍就成了 那你有需要的东西可以告诉我 因为刚刚筹备好 所以可能不太周到 卡尔挑眉 看出来了 确实简陋 至少给我一床被子吧 小老板 乔碎碎立马窘迫的脸色丈夫 看见他急急忙忙上楼的身影 男人原本不正经的坏笑 渐渐收拾 视线变得有些探究 乔碎碎抱着被子下楼时 客厅里已经没有卡尔的身影 他以为他出去了 又敲了敲一号房的门 见没回应便直接开门 想把被子放进去 可推开门的下一秒 他的脚就被钉在了原地 只见卡尔嘴里正咬着一个毛巾 徒手给自己的后腰取子弹 注意到乔碎碎惊讶的目光 他又恢复第二锒铛的模样 小老板来给我送被子了 乔碎碎很无语 这么严重的伤 这人还又跳又笑跟没事人一样 于是关心了几句 想替他找找医疗箱 怎料却被卡尔制止 一过来 他以为卡尔要自己帮忙 毕竟伤口在后腰 怎料他刚一走近 卡尔直接扔了镊子 表演了一场徒手扣子弹 血红色的子弹掉在地板上 乔碎碎脸色煞白 你怎么 我怎么 卡尔故意学着他结巴的样子 没见过 我以为你是希克赛斯的此性 这种小场面至少见过 毕竟我这点毛毛雨 和他受过的伤比起来 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乔碎碎闻着满巫的腥味 只觉喉咙翻滚 捂着嘴跑去厕所干呕不止 卡尔随便包了一下伤口 就去看乔碎碎了 见他正拖着运渡柜坐在马桶前 巴掌大的小脸一片坦白 带泪的眼尾飞红 看上去可怜得让人更想欺负 卡尔的心思莫名开始烦葬 他不愿细想这情绪同何而起 只归阴于磁性都是弱小的 而他讨厌弱小 他人高马大的堵在门口 乔碎碎实在不想跟他纠缠 快要临缠 他最近身子又累又重 胃口也没有以前好 卡尔看他变淡的脸色收起笑容 一股不爽涌上来 怎么 希克赛斯要是受了伤你也这么吐吗 我还真是同情他 费尽巴利抢过来的磁性一点也不体贴 乔碎碎不明白他为什么总是找茬 他微微皱眉望着卡尔 湿露露的眸子一点威慑力没有 反倒一双妩媚的眼勾的人心痒痒 卡尔看着他 原本要说的话卡在喉咙里 神色有些难以察觉的别扭 你要是没别的事就让开 我不舒服 想回房间 卡尔让道士让开了 却像个尾巴跟在他身后 你总这么看他吗 什么 就刚刚那样 你总露出那样的表情看希克赛斯吗 乔碎碎听不懂 觉得他有毛病 于是头也不回地走了 卡尔静静注视他的背影 直到他消失在楼梯转角 乔碎碎回去倒头就睡 一直到卢卡回来看他 温暖的大手轻轻揉着他的脸 不舒服吗 怎么今天睡得那么早 他没把卡尔捉弄他的事告诉卢卡 毕竟是第一个客人 以卢卡的性格肯定要把人赶走 到手的钱他可不吞 只是觉得有点累 没事的 卢卡把他抱起来 摸了摸他的头确认没发烧 明天我陪你去做个检查好不好 黄庭的事都解决了吗 没有 不过很快就会有结果 最近有些变化 哥巴三是答了 并被正式答于毒药 成员国的皇帝答得如此蹊跷 原本一直在观望的联邦正好借机插手 意外地选择了支持莱伯利 那尼奥 如果我没猜错 毒就是尼奥下的 乔碎碎一证却没太惊讶 他本就怀疑莱伯利给皇帝下毒的指控 因为一切都太顺理成章且证据确凿 以他对莱伯利的了解 他如果真的下毒 不可能留下证据 你要是太阳的第一个孩子 从小就被寄予厚望培养 但兰泽的出现 让原本的继承人人选出现变动 他对此一直不甘心 本来他是打算找个时机除掉兰泽 但莱伯利的动静打乱了他的计划 所以只能借此机会 利用莱伯利造反 在由他来平息的举动 顺理成章成为新的太阳 乔碎碎接着卢卡的思路 但他忽略了一个变数 没错 他没想到莱伯利竟能获得联邦高层的支持 说实话这是我也没想到的 虽明知莱伯利一直在隐藏自己的野心 从小到大只当个闲散的花蝴蝶 但卢卡深知莱伯利的能力 在整个皇室成员中 论交际 论手腕 论变才 论格局 莱伯利都是这一辈中的佼佼者 文言乔碎碎悄悄松了口气 他在内心深处是不希望莱伯利出事 碎碎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 你对莱伯利到了什么程度 乔碎碎不知如何回答 他对莱伯利确实没到喜欢的成果 可说不喜欢的话 现在又怀着他的孩子 这又要怎么解释 他不想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但卢卡显然不愿意就这样放过他 碎碎 我想了结你真实的想法 卢卡从未奢求过配偶的位置 不是他不想 而是不想给碎碎压力 但他也有无法妥协的部分 那就是想知道他内心到底在乎谁多一些 一开始他以为宗方和他之间会有羁绊 但自从看到宗方为了保护他受伤 而他至今都没有问过一句他的情况 卢卡就知道他心里并没有这个人 为此狠狠松了口气 可他对莱伯利却有些不同 不仅怀了他的幼崽 还会为他隐隐担忧 况且莱伯利这次夺权 给了卢卡前所未有的紧迫感 他终究要效忠的是奥斯兰的太阳 如果莱伯利要把他从自己身边抢走 他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与之抗衡 可如果那就是碎碎希望的 如果他喜欢莱伯利 就想要到他身边去呢 卢卡 你在担心什么 他的大手斧上他的腰身 我猜莱伯利继位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来接你回皇庭 到时候你会跟他走吗 不会 乔碎碎回答得快而坚定 卢卡的惊同一正 为什么 因为我有我想过的生活 他又反问卢卡 那你呢 你愿意留在这个偏僻的地方 和我一起生活吗 卢卡虽然没有回答 但指尖已经开始发展 汹涌的爱意从眼底一出 你在哪 我在哪 尽管卢卡依旧没得到正面回答 但他此刻觉得那些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碎碎邀请了自己进入他的生活 他的心意被全部填满 小楼的隔音尽管很好 但受人的听觉十分灵敏 卡尔在听见楼上传来的动静是正中 心头的那股烦躁更少 卢卡温柔注视着已经熟睡的人 为他拉好被子 今天还没有喂仔仔生肉 他简单地洗了个澡就去了厨房 正好遇见从客厅出来的卡尔 两个男人对视一眼 都在彼此眼中看见了不愈 你怎么在这儿 卡尔这次出特别任务身上带了隐秘气 所以卢卡才没在第一时间察觉他的存在 我可是他的客人 他挑眉一笑吹了个口哨 希克赛斯上校的经历就是好 白天那么忙 回来了还这么日理万机 卢卡无视他的阴阳怪气 走到厨房开始准备生肉 却有些心不在焉 家里出现了一个雄性 碎碎却一句都没和他提过 卡尔越看卢卡越不顺眼 可这种感觉在两人第一次见面时 难道是刚才听见他不加截止 把人弄哭的时候 也或许是之前把他从中方手中救出来后 一直守在他身边的时候 虽然卢卡的军衔高于他 可卡尔就是莫名不想尊重他 对了 小老板好点了吗 卢卡闻眼转头看他 你指什么 卡尔一脸无辜语气夸张 你不知道他下午吐了吗 看起来可是非常不舒服吗 他没告诉你吗 卢卡想起他回来时 碎碎有些发白的脸色 卡尔继续讽刺 上校就算体力再好 多少还是照顾一下雌性的身体吧 说罢就回了自己房间 而厨房中的男人早已将汤匙捏遍了心 乔碎碎醒来时已是中午 他像以往一样下楼打算吃点东西 却看见客厅坐着两个男人大眼瞪小眼 醒了 卢卡看见他后立刻起身 了吗 昨晚到现在都没吃东西 看你睡得沉就没叫你 两人的亲密让卡尔不爽地吃笑一声 小老板 我也没吃饭 乔碎碎拿着餐具眨眨眼 礼貌性地接了一句 要不一起 乔碎碎实在受不了这种气氛 于是开口转移话题 你们知道双翼之战到底是什么吗